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啊 早 Polly 哦 你看 斯普奇 你又压到停车线了 这样做很危险 又忘了 我先走了 Polly 慢点 斯普奇 再见 Polly 好的 玩得开心一点 斯库比 早啊 开普 你今天也很忙的样子哦 我正在镇上巡逻呢 你怎么样啊 我很好 要知道我可是模范斯基哦 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随时联系我吧 知道了 我先走了Polly 再见 下次再聊 火灭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罗伊 要不是你及时发现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大火灾往往也是小火苗引发的 及时处理最重要 对了布鲁诺 被烧伤的部位没事吧 有事 感觉好难受啊 刚才就要你小心的嘛 就是 怎么办啊 罗伊 别担心 安巴马上就到了 安巴 海力 你这是着急去哪里啊 听说布鲁诺烧生了 我得马上去工地看看 什么 那你赶紧去吧 嗯 我先走了 海力 辛苦了安巴 海力 你们好三胞胎 听说报警电话坏掉了 是的 电话坏了 现在港口要是发生什么事的话 都没法报警了 真是急死我了 我更着急好吧 说什么呢 我才着急呢 我着急 我更着急 你们都没我着急 我最着急 我最着急了 我最着急了 你们都着急 别争了 你们别急 我马上就修好 好了 修理完毕 拨个号试试吧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菊 能听到吗 嗯 听到了 视频信号也没问题 太好了 看来是修好了 辛苦了 海力 不客气 那我先回救援中心了 再见咯 再见咯 再见海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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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天哪 差点出大事 怎么了 特里 没什么事 就稍稍碰了一下而已 小心点哦 知道了 还是快帮我卸货吧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小镇情况怎么样 现在小镇没有什么异常状况 对了 罗伊 我听说彼得先生的工地起火了 是的 多亏我们发现及时损失不严重 听说布鲁诺受伤了 他没事吧 有轻微的烧伤不过 我想修理一下就没事了 哦 没事就好 而且港口的报警电话也修好了 今天真是太顺利了 好了 现在可以出发了 路上慢点儿 再见 特里 谢谢 谢谢 哎呀 有个弯道 看来得减速了呀 怎么回事 停不住了 哦 今天要送的包裹可真不少啊 快闪开 怎么这么倒霉啊 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再来 好 让一让 天哪 哦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快让开 对不起 谁来帮我停下来 哦 天哪 出大事了 我得赶紧去报警 有电话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你好 凯伯 小君 不得了了 特里很危险 怎么了 可以说的详细点儿吗 请提集合 请提集合 特里一边喊着帮他停下车 一边在镇上及时 可能是刹车出了问题 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 是 小君 嗯 哼 海莉 你搜索一下克里的准确位置 知道了 谁来救救我呀 找到了 国里 克里驶离了高速公路 正往石头桥七号路开去 知道了 海莉 国里 我们从二号公路走 这样能更快地到达石头桥七号路 好 我们走二号公路去捷住特里 海莉 我们在那边等着你 你继续跟踪观察特里的状况 知道了 特里 海莉 我停不下来了 快救救我 别担心特里 纸援队正在赶过来呢 你要冷静 稳住方向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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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情况怎么样了 很危险 特里正在下过道上 收到 罗伊 安巴 准备好了吗 是的 是的 闪开 准备 安巴 绝对不能松手 明白 伊 伊 特里 现在没事了 太好了 好了 已经处理完毕了 但是 沙冲还是得重新检修一下 谢谢你 安巴 哎呀 今天真是太可怕了 要不是有你们帮忙的话 我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真是想想都后怕呀 太谢谢你们了 不用客气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没错 特里 如果还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开口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会及时赶到 知道了 有你们在 我心里面特别踏实 好 你这么一说 我们更有干劲了 谢谢啊 谢谢 啦啦啦 我是Scooby 最喜欢孩子的Scooby 安全到达 大家按顺序下车 安妮 提姆 玛丽 托比 赛姆 不要和大家吵架 大家好好相处哦 Scooby 不用嘱咐这些了 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没错 我们现在都上小学了 对不起 我都忘了 你们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学生了 这么快就长大了 恭喜你们升入一年级 哦 哎 不早了 赶紧进去吧 好的 一会儿一见 Scooby 放学后见 嘿嘿嘿 这些小不得转眼都上小学了 时间过得真快 给他们送些礼物 祝贺他们升学怎么样 送什么好呢 嗯 啊 送漂亮的花吧 或者 谢谢你波斯提 不客气 或者 可爱的喝卡 哇 这些都太普通了 哦 哇 好漂亮的气球 很好 就向气球做礼物啦 气球爷爷 你卖给我一些气球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哎 有蓝色的 有红色的 什么样的都有 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所以想要些特别的气球 想要些特别的 没剩几个了 我找找看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瞧 就剩下五个了 哇 五个就够了 正好够数呢 不过 你可得好好看住这些气球哦 因为他们可是调皮鬼呢 哈哈 谢谢你啦 气球爷爷 哦 斯库比身上的气球好漂亮 斯库比 哦 海力 哪来的气球 秘密 秘密 你悄悄告诉我行不行 行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 这是送给生入布鲁姆斯小学的孩子们的一个惊喜 一个惊喜 哇 孩子们肯定会很高兴的 对吧对吧 我一想到要送礼物给他们 我就激动的不得了 斯库比 你的计划真棒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救援队处理的事情吗 救援队处理 嗯 啊对了 刚刚想到有事情需要你们帮忙哦 什么事情 把耳朵伸过来 哦 真是个好主意啊 嗯 我得赶紧回总部告诉他们 嘿嘿 那放学后 学校前面见喽 好的 我回来了 星星哥 星哥 看上去心情不错啊 是不是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啊 对啊 你们听了肯定会又惊又喜的 又惊又喜 斯库比准备给孩子们一个惊喜 但是需要我们帮忙 是什么事情 都凑过来 是这样 布鲁姆斯镇的孩子们不是已经上小学了吗 孩子们收到气球该有多么高兴啊 谢谢斯库比 谢谢斯库比 你是我们大家最好的朋友 哦 我的心情也像气球一样飘飘然喽 但愿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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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哦哦哦哦 鸡球 不要 回来 我的鸡球 就是说 想要我们帮忙办一个派对 就是这样 这是斯库比的主意 孩子们收到鸡球后 我们给他们开一个惊喜派对 真是个好主意 孩子们肯定会永远记住 斯库比的礼物的 我赞同这个计划 我也是 我也是非常赞成的 这里是救援队 斯库比 小娟 怎么了 我准备 送给孩子们的那些气球 全都飞走了 什么 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 别担心 斯库比 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真的吗 当然了 我马上就派救援队过去 不响 我偶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太着急 斯库比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们先去找一下气球爷爷吧 然后再买一批气球不就好了吗 没有 没有 他说只剩下这五个特别的气球了 别哭 斯库比 我们会把气球找回来的 真的吗 当然了 我说 斯库比 你看到气球朝哪个方向飞了吗 让我想想 蓝色飞机气球和橘色星星气球飞到市政府后面去了 黄色蝴蝶气球和红色爱心气球飞到西门方向了 还有 足球样子的气球我没看见它飞到哪里去了 哼 怎么办哦 用不着担心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找到 没错 别灰心 斯库比 谢谢 那就全靠你们咯 好了 那大家奔头去找吧 好的 我明明看见往这个方向来了呀 玻璃 波斯提 你在干什么 你在附近有没有看到一个飞机形状的气球 我倒是看见有个气球飞到那边山坡下面了 是吗 谢谢波斯提 哦 糟了 抓住了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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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终于把它找到了 咦 疼 疼 疼 al Nixon 去哪里了呢 哼 啊啊啊 搗弹鬼 你伪装成苹果也满不过我 哼 赤 成功 哦 找到了 怎么回事 威勒先生 抱歉 马上给您整理好 这是我先发现的 是我的 我比你更早看到的 是我的 大家好 什么事啊 那个气球有主人了 不好意思 我要带走了 有主人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本来就对气球不感兴趣 我也是 我也是 抓住了 真是个淘气鬼 但是还是少一个 那是托比的气球 总不能就托比一个人没气球 怎么办呢 你紧紧一点了 再过一会儿孩子们就要放学了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怎么办 斯库比 快看 那里 有一个气球 真的 它会被塔尖刺破的 怎么办 别担心 别担心 斯库比 我去拿回来 太棒了 海力 呀呼 海力太厉害了 万岁万岁 哇 气球啊 斯库比 真的谢谢你 这是我送给大家的开学礼物 真心祝贺你们 海力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孩子们 都抬头看天上 哦 哇 变化 变化 我爱你们 谢谢 斯库比 客气什么 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混凝土风波 哦 水怎么了 这里是救援队 有什么可以帮你 小娟 啊 彼得先生 小娟 不好了 好像不知道什么地方漏水了 什么 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挖过了 可是还是判断不出来哪里漏水 你有没有好办法呀 当然有了 可以试试我最近发明的探测器 还获过奖呢 获过奖的探测器 是啊 利用它 肯定很快就能找到 哪里漏水了 小娟真厉害 有了那么先进的仪器 就不用再漫无目的地乱挖一桶了 能借给我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我马上派海力过去 我去喽 海力来了 这里发现漏水 这里发现漏水 找到了 好像是这里 波克 挖一下这里 波克 快后退 这漏水可真严重 还需要再填点土吗 不用了 这里地基不结实 还是填混凝土比较好 等一会儿 米奇来之前 让谁来看着这个坑呢 找谁好呢 我去跟布鲁诺说一下 行 这样比较好 告诉布鲁诺 千万要注意着点 混凝土完全凝固之前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 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安放一个安全警示牌吧 这样就能都看到了 那我再去别处看看 邓普 辛苦你了 两位好 你好 邓普 布鲁诺 你在玩些什么呢 马上要举行特长大赛了 我在练习呢 我说布鲁诺 一会儿米奇会过来一趟 你说什么 我说一会儿米奇 他会过来 米奇把混凝土填到坑里以后 你在这里守着 别让别人靠近 十一 十三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听到了 听得很明白 那家伙好像根本就没听我说些什么 说得是啊 哎 懒得管他了 他也有数吧 说起来邓普 那我呢 我做什么呢 你跟我来就好了 好了 偷懒 脚板通 转起来 混凝土不凝固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本来还想让他们看看我是怎么胶住软软的混凝土 真是一下我帅气的一面呢 真是我 啊 好舒服啊 这边工作结束了 现在我要去下一个工作地点喽 折牙折牙 脚牙脚牙 彼得先生 我听说你这里有好多事情要做 事情确实非常多 那我什么时候有事情做啊 稍等一会儿 马上就该轮到你了 哦 哦 哈利 帮忙捡一下球 布鲁诺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什么 你还是先别玩球了吧 坑怎么样了 什么坑 对了 那个坑 绝技大赛再怎么重要 你也得先把工作做好 是 是的 快回去吧 不然彼得先生更生气了 知道了 我的球呢 你的球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你竟然把球带到工地来 太危险了 竟然扣下我的球 太过分了 啊 啊 啊 阿里 对了 米奇交住了混凝土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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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小名 是布鲁诺吧 布鲁诺是不是印象麻烦了 那我去看看 救命啊 布鲁诺 快 救命啊 快 救救我 我在这儿 海力 救救我 小绝 还是没有海力的消息吗 哈哈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有了我发明的探测器 肯定会万事大吉的 海力 不用再夸我了 我很清楚我的探测器有多好用哦 小绝 现在不是说探测器的时候 出大事了 布鲁诺现金混凝土 咦 什么 咦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快来 救救我 你们快来吧 火凝土赶快就要凝固了 都听到了吗 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 是 小绝 是 小绝 来 怎么办 怎么办 只要下去 我会变成石头的 自己吃一下 布鲁诺 救援队马上就到 早知如此 就该好好听灯谱的话了 我也很后悔没有多多叮嘱你 可怜的布鲁诺 到了 到了 快救我 上面已经开始凝固了 要是硬往上拽的话 布鲁诺会受伤的 这回我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别急 布鲁诺 会有办法的 如果有强大的水流就好了 强大的水流 嗯 我刚才见过 地下的水流 还把波克顶起来了呢 对吧 波克 很好 让我们试一试 罗伊 有把握吗 没问题 我来给它 钻个洞 水流会特别的强劲 大家小心 怎么了 怎么停下来了 我怎么办啊 怎么回事啊 没有水了 因为管道损坏 今天早上我没有办法充满水 是吗 糟了 能从别的地方弄水吗 要是附近有消火栓的话 这件事让海莉帮忙吗 海莉 你能去找一下消防栓吗 好的 我马上就去 找到了 好水流 鹿伊 好了 好的 来了 布鲁鲁 救救我 布鲁鲁鲁 布鲁鲁 你没事吧 还好 他就是身体动不了了 别担心 还没有结束呢 大家后退一步 布鲁鲁 现在活动一下看看 现在没问题了 随心所欲 太好了 那为了庆祝布鲁诺安全脱鞋 现在将超级球舞归远逐 太开心了 玩得真好 真好 漂亮 谢谢机员 也要谢谢大家 谢谢 我家到朋友了 我家到朋友了 玻璃瓶放中间 你拉罐放右边 好了 别过来 退受伤了吗 包藏好了 它带着象圈呢 看来是家养的猫 对吧 波利 你说得对 早上你打扫卫生后 回来时发现了这只小猫 波利 你快去找到他的主人吧 我好害怕呀 没关系 克里尼 猫咪又不会吃车 话说回来 找到主人之前 得有人来帮忙照看他一下 我们来照看他不行吗 我们事情太多 没有时间照料好他 说的也是 克里尼 找到主人之前 能麻烦你照顾他吗 我来 这样挺好的 你看 小猫也挺喜欢这里 我做不来呀 我可从来没和小动物 打过交道啊 你肯定没问题 克里尼 我说Polly 把小猫交给克里尼 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啊 怎么突然这么说呢 你想想看 要是克里尼对小猫产生了感情 那不就麻烦了吗 产生感情 对啊 等分开的时候 克里尼一定会非常难过吧 放心吧 安巴 我们尽快找到主人 就没问题了 那样最好不过了 好 那大家 没有意义了吧 嗯 那 我们赶紧去添海报 找主人吧 没印象 帮不上忙了 哦 没见过这只猫啊 是吗 小猫似的 弄得满脸都是牛奶 你干嘛 好痒啊 别闹了 知道了 以后不怕你了 真可爱啊 这就是海报上的那只猫咪啊 哇 好可爱 叫什么名字 名字 我还没想好这个问题呢 哎 那也太没意思了 给它起个名字吧 嗯 是吗 那 叫牛奶怎么样 因为它最喜欢喝牛奶 牛奶 不错 牛奶 哦 我认识这只猫 是玛丽家养的猫吧 是玛丽家养的 你确定吗 哦 确定确定 我经常看到它们去散步呢 是吗 哦 是罗伊和安巴 猫咪的主人已经找到了 是 刚才Polly跟我说 说是玛丽的猫咪 怪不得 昨天碰见玛丽的时候 它无精打采的 可以理解 听说猫咪是玛丽唯一的朋友 真是太好了 没错 能这么快地找到 真是太好了 嗯 牛奶别出声 我们马上又能见到玛丽灿烂的笑容了 是啊 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么快就和你分开 啊 是Polly 你在这里乖乖待着 柯丽妇 太好了 我们找到猫主人了 哦 哦 是吗 猫咪呢 去哪里了 呃 这个 呃 它跑丢了 什么 跑丢了 哦 哦 这下下子可麻烦了 呃 怎么办 都怪我都怪我没看好它 对不起 Polly 嗯 没事 分开 好,现在改正错误还不算晚,我得把猫咪还回去 牛奶,牛奶 你在哪儿? 牛奶 难道它跑到机器里面去了? 克里尼,还没有来电话吗? 嗯,还没有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怎么了,小娟 克里尼,哦,不对,是猫咪遇到了状况,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 是,小娟 和银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 我 起 跟李妮 都是我能做 求求你们 要是猫咪有什么好胆的话 我会难过死的 别担心 克里尼 不会有事的 罗伊 机器有可能启动 所以先去切断电源 好的 电源已经切断了 海莉 打开生物探测器 知道了 找到了 得赶紧行动 猫咪再往里面走的话 会有危险的 Poly 最好是把机器拆开 就这么办 安巴 等我和罗伊打开机器以后 你就去救猫咪 海莉继续监测猫咪的位置 好的 猫咪还在刚才的位置 好了 Poly 好 抬起来吧 罗伊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喵 别怕 马上救你出来 喵 喵 牛奶 嘘 等一会儿 看来猫咪一定是受到了惊吓 贸然接近它的话 又会跑掉的 喵 啊 在那儿 喵 喵 牛奶 我们怎样才能抓住它呢 好 找找猫咪喜欢的东西试试吧 我去找吧 猫咪 这是你最喜欢喝的牛奶 喵 别怕 快来吃吧 牛奶 啊 是谁呀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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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可可 你好 柯丽尼 啊 你 你好 听说这段时间你把可可照顾得很好 对 对 对不起 其实我 啊 克里尼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呃 呃 这 呃 呃 这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 那你俩到我背上来玩吧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 肯定很好玩 看来把猫咪交给克里尼是选对人了 是啊 哈哈 看到他们俩都那么幸福 我们也好开心啊 哈哈 定期车俭的日子 接过一下 接过一下 我们让一让 请大家挺快到总部检查 你不要插队啊 凯普 到后面排队去 你插队 队伍全都乱套了 没错 插队太没功德心了 什么没功德 说得真难听 我可是预约过的 预约 还能预约吗 当然了 这是我的预约号码 呃 早知如此 我们也提前预约了再来就好了 要是预约了 就不用一大早过来排队了 那我先进去了 呃 那好吧 我们也去预约 那儿好像就能预约 去看看吧 呃 你好 我想预约一下 哦 你按一下按钮试试 哇 您的预约号码是300 三 三百 二十四号 我的天呐 三百二十四号 这样一来 预约还有什么意义啊 早知道 就应该提前过来预约的 事先打听一下就好了 大伯 好啊 还是回去重新排队吧 嗯 呃 去后面排队去 嗯 状态很好 Scooby 你觉得这是什么 看不太清楚 十二吗 哦不对不对 又好像是四 好 按一下喇叭 开普 准备好了吗 当然了 现在你开到水路上 检查一下刹车的状况 全速开到前面 看到红灯亮起时 就停车 好的 很好 开普 刹车状态非常好 其实我一年定期 去两次车检索 斯普奇要是也像你这么做 该多好啊 他都已经三年没有来做车检了 嗯 什么 三年 我先走了 斯普奇 你小子怎么排出这么多黑烟呢 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伟奇要是白色的话呢 多没意思啊 就是要黑兮兮的才有感觉嘛 你这个调皮鬼真是坏套啊 嘿嘿 哦 哦 斯普奇 你好 你好 开普 哦 天呐 嘿嘿嘿 吓你一跳吧 我介绍一下 这可是我的宝贝 哦 那哪是什么宝贝 明明是坏掉了吧 哪里坏掉了 好玩极了 你这样不小心 会出事的 不用担心 我是绝对不会有事的 斯普奇 你别胡闹了 还是快去车检吧 呃 不想去 太麻烦了 下次再说 反正下次你也是不会去的吧 可我今天去不了啊 为什么 我得把波斯提带到充电站去 他储备的电量用完了 现在动不了了 斯普奇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别担心 我自己的事我最懂 再见 呃 嘿嘿 呃 呃 呃 斯普奇 鸣笛声超过规定值 就是不合格 反之就是合格 邓普 你按一下喇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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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 各位不合格的朋友请尽快去修理 然后重新接受车检 知道了 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回去了 哦 今年没通过车检的车特别多 但是布鲁姆斯小镇上大部分的车辆都来参加车检了 这真是太令人欣慰了 除了斯普奇没来之外 他又没来车检吗 从早上等到现在 连个影子都没见到 那就直接去把斯普奇带过来吧 嗯 我想还来得及 那我去找他 我先走了 斯普奇 他还没来呢 有什么事吗 这次他又没来进行车检 什么 我跟他说过要去的 呀吼 停一下 来陪我玩玩吧 为什么不跟我玩一会儿啊 呃 这是什么呀 呃 呃 斯普奇 等我送完包裹再跟你玩 现在太忙了 快点带我去中间站吧 呃 知道了 呃 嗯 呃 斯普奇 你的鼻子变红了 而且还发亮了呢 呃 他 等 等 等 我了 都 等 哎呃 等 等 呃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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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火了 着火了 怎么办呀 这样下去 这些重要的包裹就都会被烧掉的 怎么办呀 对不起 摩斯体 海力 你要不要进来等他呀 不用了 没事的 他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好了 下次见 凯普 路上慢点 又几时火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这时候该做什么才好 这样下去 我们也要被火烧到了 你快想想办法 知道了 对了 我去拿水来 摩斯体 我也动不了了 什么 斯普齐 开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可就长了 开普 你帮帮我们吧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赶紧打电话报警啊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斯普齐果然闯下大祸了 这是什么意思 有局发生火灾了 什么 什么 火灾品报 火灾品报 什么 什么 哪里着火 请大家立即赶赴邮局 是 小军 开普说 斯普齐身上突然冒充火苗 可能是发动机过热造成的 火苗点燃了旁边的栅栏 导致现场火势越来越大 情况紧急 我们得中分夺秒 哼 完了 要是这些包裹被烧掉的话 我会难过死的 哼 我不该老是拖着不去坐车检 都是我的错 救援队怎么还不来啊 来了 快来帮帮我 别担心 有我们在 罗伊 全部后退 安巴 把大家带到安全地带 好的 海力 你转移一下包裹 知道了 风才大 火势在蔓延 我们一起帮助罗伊灭火 我去拿灭火器 好了 火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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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向你转移了部分电量 但是你还得去充电站充电才行 斯布奇最好去总部做一个特别的车检 谢谢你安巴 谢谢你安巴 但是我那些包裹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算充满了电今天也送不完了 对不起波斯提 没事 别担心波斯提 我们来帮你 要是大家一起送的话 今天一定能送完的 大家说对吗 当然了 我对布鲁布斯小镇最熟悉了 我也会尽力帮你的 我也帮你 你还是去坐车检比较好吧 没错 谢谢你斯布奇 但是我也赞成大家 你最好还是先去坐车检 因为我更喜欢健康的你 谢谢 斯普奇 下次可千万不能撬掉车检哦 嗯 我今后一定做到 今日是 今日必 好了 大家也赶紧分头行动吧 去把波斯提的宝贝包裹 送到他主人手里吧 出发 闹鬼风波 这里不会闹鬼吧 我的天哪 啊 救命啊 什么 你看见幽灵了 是真的 嘴里吐着火 两眼还冒着金光呢 还会发光 还会发光 嗯 然后怎么了 啊 那个幽灵 一边走一边向我说 嗯 把你的轮胎交出来 嗯 太可怕了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好害怕 你说真的有鬼吗 怎么可能有嘛 可是 万一真的有的话该怎么办 我一这么想就好害怕 因为你是胆小鬼 所以才会害怕 什么 说我胆小鬼 马上收回这句话 那你倒是证明你不是胆小鬼啊 怎么证明 怎么证明 嗯 去幽灵森林探险吧 幽灵森林 对吧 明尼 我断成 本尼呢 嗯 我也同意 那 今晚香蕉接见 不见不散哦 来 拉钩 拉 拉钩 拉钩 大家都打破了原来的记录 真了不起 我来了 快闪开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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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凯莉 你没事吧 哎呀 没事 告诉你们一个特大消息 什么消息 昨天晚上 凯普在树林里 你想说 他看见鬼的事情吧 你怎么知道的 去年不是也听过这个鬼故事吗 没错 每年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说起这类鬼故事 大家还去树林搜查了呢 你忘了吗 可这次好像是真的 得了 凯普哪次说的不跟真事似的 我还以为你们听了会觉得有趣呢 海力 你知道什么才叫真的有趣吗 什么呀 你的螺旋桨又坏掉了 哦 露迪 露迪 你们来了 你们来了 好 那我们出发吧 这 真的要去吗 当然要去了 你还是害怕对不对啊 我 我才不怕呢 好啊 那你在前面走 证明一下 你不是胆小鬼啊 露迪 不要这样为难人家 没事米妮 我在前面走就是了 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小绝 跟我去幽灵森林吧 这次好像真的有鬼 你先转动一下螺旋桨 好 好了 我的修理果然完美 一起去嘛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自己去好了 哦 遇见幽灵的话 替我吻声好哦 小绝 嗯 我是布鲁姆斯最勇敢的战士 啊 啊 陆迪 你刚才看见那个了吗 那个不就是风筝之类的东西吗 陆迪 我们还是回去吧 反正也没有鬼 那都没劲啊 那我自己去好了 但小鬼们就留在这里吧 什 什么 他一个人去没问题吗 我才不管呢 他太布置了 随他去吧 啊 啊 出来了 好像是陆迪 啊 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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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迪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 我在这儿 你怎么钻到这儿了 你还笑得出来 我 我见到鬼了 鬼 在哪里 哪里来的鬼呀 什么也没有嘛 我明明看到了一个声巴巴的怪物 所以你就藏在里面被卡住了呀 哈哈哈哈 好好笑 你们倒是先把我弄出去啊 我出不去了 知道了 我和本宁去交救援队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走吧本宁 哈 啊 别走 我 我一个人 会害怕的 那你想怎么样 我 我去叫吧 一个人去 把陆迪留在这里 万一鬼再跑出来可怎么办 你一个人去就不害怕吗 嗯 不用担心 我去去就回 别害怕吧你 想想住在危险中的朋友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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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哪里啊 啊 我该不会迷路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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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啊 啊 海力哥哥 哥哥 我在这里 嗯 这里 你 本尼 海力哥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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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光靠我办不到啊 嗯 嗯 小绝 哇 我好不容易才沾上的 对不起小绝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海力呢 海力啊 可能去幽灵森林了吧 幽灵森林 对啊 啊 是海力 海力 你替我向幽灵问好了吗 先别管幽灵了 这边可是大事不好了 啊 什么 我把画面传给你 是三个淘气包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来幽灵森林找鬼 结果露迪卡在树洞里出不来了 我自己解决不了 需要你们的帮助 知道了海力 我们马上出发吧 海力 我们马上到达幽灵森林附近 请发信号弹告之位置 好多 在那边 我们加速前进 嗯 这能救出来吗 当然能 别担心 哦 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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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当然没事 除了陆迪之外 哦 恰得真死 陆迪 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开始吧 罗伊 嗯 哦 哦 鬼啊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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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露蝶 没事 你放心好了 马上就你出来 出来了 大家都没事就好 但是这么晚跑到树林里来实在是太危险了 没错 晚上所有的东西都看起来不一样 很容易迷路的 而且还有可能遇上危险的动物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小花本尼是胆小鬼 所以就才不胆小呢 今天本尼是最勇敢的 对不起本尼 我以后再也不说你是胆小鬼了 没关系 鬼啊 又出来了 哪里 你把猫头鹰当成鬼了吧 原来是猫头鹰啊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没有鬼了 都能勇敢地回家了吧 No 我要在前面走 因为我再也不是胆小鬼了 回来了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把猫头鹰当成鬼了 不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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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就让开 搞什么 不好意思啦 没时间了 肯定要迟到了 糟糕 怎么偏偏遇上红灯 快变绿灯 快快快 快变绿灯 又见面了 我原来都是六点半起床的 风雨无阻的 如果我起晚了 孩子们就得跟着迟到 不过今天怎么睡过头了呢 绿灯了 我先走了 今天是怎么了 真是的 人无可忍了 我还是走那边吧 我回来喽 回来了 玛丽 回来了 玛丽 回来了 玛丽 被严重损坏 滨海路还发生了山体滑坡 那样的话 我们得及时进行抢修才可以啊 危险路段 应该暂时进行交通管制 是的 应该这么做 唉 但是最大的问题不在这里 那是什么 我的天气预测仪 竟然出现了失误 他昨天分明预测说不会下雨的 哦 我还以为怎么了 这可不是小事 他还预测今天会下雨呢 你们看着天晴的 不要太难过了 小娟 总会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想天气就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才需要我们 没错 打起精神来 谢谢你们 这又怎么了 灯篷 这里 发生什么事咯 你都已经看到了 昨天一场雨把道路给冲坏了 你在这里碍事 能让开吗 对不起 那要等多久才能修好啊 布鲁诺 多久能修好啊 麦克斯 多久能修好啊 波克 多久能修好啊 一会儿就能修好吗 他说一会儿就好 让你稍等一会儿 你听到了吧 一会儿 多久算是一会儿啊 一小会儿还是好一会儿 只要下去 所有孩子上学都要迟到了 整个不是倒着玩的 那我们也没办法啊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路面的安全 孩子们肯定都在车站等着我呢 该怎么办呢 嘿嘿 咱们走那边好了 走走走走 哦 你要去哪里 斯库比 那边的路 哦 那边的路 哦 想不及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 上学可不能迟到了 呦呦呦 过了这个隧道就可以 这是什么破路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了 他们说这里下大雨了 本来想抄近路的就搞成这副样子 这回肯定是要迟到了 该怎么办 还是先掉头再说吧 救命啊 救命啊 奇怪这是什么声音 快抱抱我 声音好像是从滨海路那边传来的 刚才斯库比朝那个方向去了 什么 那里不是暴凶 说是被雨水冲毁了吗 要是斯库比有个什么好歹可怎么办啊 那能怎么办 当然得报警了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啊哈 麦克斯 好久不见 什么 斯库比吗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滨海路发生事故 请所有队员准备出发 是 小军 艾莉 你搜索一下斯库比的位置 收到 守候报告 果然不出麦克斯所料 发现了斯库比 位于滨海西路第一隧道洞口处 情况如何 说得再详细一点 好的 稍等一会儿 可能是斯库比在倒车时 不小心撞上了护栏 糟了 斯库比挂在巡崖上 得赶紧救援 救我 知道了 海力 我们马上就到 你先救建脚坑树 刷好固定城所 明白 无一 你去准备吊车好 安巴和我一起去把斯库比拉上来 知道了 抓紧时间 别过来 路会塌下去的 那样大家就会全吊到悬崖底下去的 别担心 我们只想让你更安全而已 救命啊 我要掉下去了 好 斯库比 你再撞一会儿 斯库比 救援队马上交叨 救援队马上交叨 来 撤 法 Damas 您快来帮忙 我撤我夹区了 好的 奎利准备就 suite 安巴准备就 suite 罗姨准备就 suite 好 海力 您用挂钩勾着斯库比 好的 别害怕 斯库比 没问题的 真的吗 当然了 开始 罗伊 还好 斯库比正往上走 罗伊 再加一把劲 好的 没问题 阿姨 阿姨 冷静点 斯库比 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都快吓死了 别动 斯库比 还不到你使劲的时候 快点给我上去呀 斯库比 别乱动 否则的话我们都会有危险的 你要相信我们 知道了 罗伊 再加把劲 好嘞 跑了 玻璃 斯库比快升到地面位置了 很好 斯库比 你慢慢动起来 associated 冷静点 保证 取消它的 小心 斯库比 啊 真是太险了 没事吧 司库毕 谢谢你们救了我 不客气 好了 应急处理完毕 那我现在可以去接孩子们了吧 完全可以 但是去之前必须先做车辆检修 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的 你不会再着急了吧 不会啦 来来 上车吧 我会安全地把你们送到学校的 好了 出发咯 我也想被夸奖 你好厉害啊 太棒了 布鲁诺 布鲁诺 你的超级球简直天下无敌啊 波克 波克 有什么事吗 彼得先生 大家看报纸了吗 我们的波克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波克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来 大家看 这么珍贵的轮胎 是波克在马斯提先生家铺管道的时候发现的 哇 波克 你真了不起啊 更了不起的是 这个轮胎已经有一百多岁了 一百多岁的轮胎 那 那不就是个废品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说不定是传说中的警车 桑德的轮胎呢 把它捐赠给博物馆之前 暂时由威乐先生保管 波克 你做了这么厉害的事情 怎么从来也不说呀 这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啊 没错 波克 真了不起 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不行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我只不过是想看一眼 拿出来给你看 万一弄坏了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会小心的 不行 绝对不行 他说不行 我说老伙计威乐 连我你都不让看吗 既说起来 这个东西还是在我家前面发现的呢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这可是全镇的宝物 不是你一个人的 吝啬鬼 什么 吝啬鬼 你敢再说一遍 我跟你没有话可说 二位 请消消气 我再也不把你当朋友了 哼 我也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 哼 哇 波克太了不起了 嗯 一百年前的轮胎太神奇了 我回来了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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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海力 马斯提爷爷 马斯提爷爷和威乐先生两人要绝交呢 什么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马斯提爷爷去威乐先生的店里想看一下波克发现的轮胎 啊 原本关系那么好的两位竟然会吵架 我劝他们了 可是没劝住 看来得大家帮忙协调一下了 哦 布鲁诺 你怎么总叹气啊 有什么心事吗 其实 我也想得到大家的表扬 就像波克那样 嗯 那你也去马斯提爷爷家附近挖一下看 说不定会有什么大惊喜呢 哎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什么 你想要挖地 对 说不定我能挖出比波克发现的轮胎还要珍贵的东西呢 然后 报纸就会说 在马斯提爷爷家发现第二件宝物了 那可是特大新闻 这样我也能上报纸了 好 那我们挖挖看 威乐 等着瞧吧 什么 让我道歉 我才不道歉呢 但是 你也站在马斯提爷爷的立场想想看吧 不道歉 我绝不 不管我怎么劝他都没有用 是吗 怎么办 爷爷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哪儿 在哪儿呢 威乐诺 那不就是个垃圾吗 是吗 那我再找找看 我看你还是别挖了 等等 再挖一会儿 一定会挖出好东西的 还是算了吧 院子都成什么样子了 再说了 你挖出来的全都是垃圾 爷爷 我再去那边挖一下看看 我感觉那里 肯定能挖出好东西 嗯 什么 不行 当初就不该让你挖 你再不住手 我可要发火了 赶紧回去吧 好吧 我就再挖最后一次 挖出来宝贝 爷爷就不会生气了 你 你 出来 快出来吧 鼓动也好 宝石也好 世界上最大的轮胎也好 什么都行 求你快出来啊 这也是垃圾 这也是垃圾 这还是垃圾 真的什么也没有 看来就不该想找什么宝物 糟了 我怎么爬上去啊 哎 救命啊 爷爷 爷爷 啊 布鲁诺这小子 怎么还没走 爷爷 嗯 救救我 布鲁诺 爷爷 快把我弄上去吧 我自己上不去了 哎呀 真是的 小家伙 你等一下 我这就去报警 什么 他们两个到现在还没和好 嗯 现在威勒先生还在气头上呢 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这个嘛 嗯 嗯 嗯 这里是救援队 小泉 不好了 布鲁诺在我家院子里挖坑 结果挖得太深 出不来了 怎么搞的 您别着急 爷爷 我现在马上就派救援队过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欸... 好玩喔 欸... 痾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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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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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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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里 在这边哪 来 嗨 布鲁诺 没事吧 蓬莉 我好害怕 你救救我 快 别着急 布鲁诺 我们马上把你救上来 海力 你负责给布鲁诺 系上安全带 好的 别担心 布鲁诺 你一定会安全上去的 罗伊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罗伊 放下挂钩 知道了 好了 布鲁 开始吧 罗伊 小心 小心 不要 我害怕 不用怕 布鲁诺 马上就上来了 啊 啊 啊 痛快 啊 疼 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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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好 安巴 你把树固定住 没问题 罗伊 你再试一次吧 没问题 得救了 看来没怎么受伤 太好了 我说布鲁诺 你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说实话 不可发现了轮胎 大家都夸奖他 我太羡慕了 你也想被夸奖 就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是吗 对不起啊 爷爷 马斯提 马斯提 你没什么事吧 我能出什么事啊 我听说救援队赶到你家来 我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莫菲 你这是担心我吗 真是谢谢你啊 那您二位这是和好了吧 是这样吗 那是 是 马斯提 你们这是在夸奖我吗 你们这是在夸奖我吗 这算吗 就算是夸奖他好了 哇 哈哈哈哈 我也受到夸奖了 哈哈哈哈哈哈 要相信朋友 新生来啦 快看 登登 啊 怎么样 神奇吧 这本来是修理厂的东西被闪电击中后就成了磁铁 真是不可思议 大青岛叫我们 不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看你表演魔术吧 什么魔术啊 这真的是磁铁吗 怎么可能 哪原理呢 这个嘛 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 不是不知道 只是当场解释不清楚而已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商店被贼偷了 被贼偷了 什么 被贼偷了 不知道是谁偷走了我的轮胎 什么 把我的店铺前面弄得乱七八糟的 要是被我逮到了 绝饶不了他 别生气了威乐先生 您还是先详细的讲一讲您凌晨目击的事情吧 是这么回事啊 大清早的时候我打开店铺的门 黑暗中却发现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嗯 刚开始我还挺害怕的 鼓起勇气走过去一看 没想到他就慌忙逃跑了 犯人长什么样您还记得吗 这个我可没在意 那么这几天有没有发生过奇怪的事情 或是遇到过可疑的人呢 嗯 让我想想 对 没错 克利尼 克利尼 和往常一样 我正在清理轮胎的数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不知道怎么的 总觉得好像背后有什么人正在盯着我看 于是我就回头一看 发现是克利尼在那里 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还是下回再来吧 然后呢 什么然后啊 这难道还不够奇怪吗 这不奇怪啊 他说不定是来买轮胎的呢 哎呀 要是这样的话 他怎么不跟我说呢 看了一会儿就那么走掉了 还有比这更可疑的事情吗 克利尼的性格就那样 本来就不善于表达嘛 这谁知道啊 平常外表看上去老实 但内心说不定很可怕呢 怎么会呢 我还是先跟克利尼见个面再说吧 嗯 维勒先生 怀疑是我干的 我 我去轮胎店 是因为觉得太脏了 想打扫一下 但是又没好意思说出口罢了 难道你也怀疑是我偷的吗 没有 克利尼 我只是想听听 你怎么解释昨天的事情而已 嗯 真的吗 克利尼 抱歉 我想起来了 嗯 那个 我昨天离开轮胎店的时候 发现有人正朝里面张望呢 是谁 是波斯提 嗯 波斯提 你怎么了 你 你就别管了 没说完他就飞快地跑掉了 这 难道不反常吗 嗯 知道了 等见到波斯提或许就能明白真相了 什么 你说我偷轮胎 我没这样说 我 我只是受格林奶奶支托去送了一个神秘礼物而已 神秘礼物 欸 波斯提 哦 抱歉 对啊 神秘礼物 神秘礼物不就得悄悄地送吗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而已 嗯 原来如此 但是 克利尼竟然怀疑我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吓了我一跳 看吧 我没撒谎吧 嗯 嗯 但是 也有可能是送完神秘礼物 然后 顺便逃走了轮胎呢 呃 你说什么 啊 克利尼 你是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 所以才诬陷我的吧 啊 原网 才不是我干的 嗯 我倒是觉得还是克利尼比较像是犯人 嗯 都说了不是我 嗯 你们都不要再争了 依我的看法 克利尼和波斯提都不是小偷 哦 什么 请看这里 轮胎留下的痕迹有很多汽油 小偷 应该是辆烧汽油的车吧 烧汽油的 这么说来 有了 小偷是马斯提那个家伙 马斯提爷爷吗 前不久他还说要给米妮买轮胎 在店里转了老半天 还有 马斯提不就是辆烧汽油的老爷车吗 但是 马斯提爷爷的轮胎花纹和这里留下的轮胎印不一样 那 是凯普吗 凯普 我听说啊 前两天他换了轮胎呢 波斯提 凯普不是汽油车 那会不会是斯普奇呢 哎呀呀 你们怎么能够怀疑朋友呢 又没有任何证据 我看镇上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大家都很可疑 哼 哎呀 总之 我会继续调查的 结果怎么样 小绝 嗯 单凭轮胎痕迹很难判断出谁是小偷 布鲁姆斯镇上使用这种轮胎的车 至少有一百多辆呢 嗯 没想到这么复杂 布鲁姆斯镇竟然有小偷 真让人伤心啊 实际上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不只是小偷 还有什么 现在镇上的人们都开始互相猜疑了 威勒先生开始怀疑每一位客人 克里尼和波斯提也闹翻了 鎮上甚至有人怀疑威勒先生呢 那个恋色鬼老头还怀疑我是小偷 说不定是他自己把轮胎藏起来 然后诬陷别人呢 没错 没错 布鲁姆斯小镇上现在人人自危 相互猜疑 是不是威勒先生把轮胎数量数错了呢 或者是早上卖掉了却忘记了 这倒不会 我已经确认过了 没有任何异常 郁闷死了 到底谁才是那个小偷呢 照片里就没发现什么证据之类的吗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拍的 照的可真不少啊 海莉真看不出来 你还有拍照的爱好 什么叫爱好 照片里可是包含着现场所有的证据呢 对吧 波莉 没错没错 不过 那是 谢谢海莉 嗯 怎么喽 我也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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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斯普奇的 我的宝贝呢 嗯 宝贝啊 你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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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小偷 抓小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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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斯普齐 原来是你偷了轮胎吗 抓住斯普齐 不 不是的 我不是小偷啊 大家都安静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不明摆着吗 来抓小偷的呗 我讨厌自己被当成小偷 我也是 真抱歉 我要是早点发现线索的话就好了 是我的宝贝 斯普齐 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别过来 胖利 不然的话连你也会被吸住的 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 我也不清楚 昨天我被闪电打了 然后就成现在这样子了 闪电 被闪电击中后就成了磁铁 啊 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威勒先生 小偷不是斯普齐而是闪电 什么 大家一定都还记得昨天晚上打雷了吧 斯普齐因为被雷击到而具有了磁性 待磁性的他到了店铺前面时就把轮胎吸到身上了 走开 走开 快走开 于是斯普齐努力地想把轮胎弄下来 这时威勒先生开门出来正好看到了他 上 上头 斯普齐被威勒先生的叫喊说吓坏了 只好逃跑了 以上就是这次狮气案的真相 对吗 斯普齐 斯普齐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本来想把轮胎还给你 但是镇上每个人都在议论要抓小偷 可怜的斯普齐 都是我胡乱怀疑别人伤了镇上的和气 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 我也是 对不起 所以说 以后可不能再随便怀疑朋友了 既然现在误会解开了 那就把轮胎还给我吧 我也想还给你 但是被吸收了拿不下来 还真是这样啊 没有什么办法吗 破裂 你们不用担心 去救援中心就会有办法的 这 真的可以吗 小绝 当然了 利用这个仪器 将雷电留在你身上的电流吸走 就能解决问题了 交给我吧 要开始咯 差点把我压死了 哇 小绝说的没错 就是嘛 总而言之 斯普齐 恭喜你恢复原样洗清罪名 恭喜你 谢谢你们 以后有雷电的天气 我一定不会再出门了 我就说嘛 在我们布鲁姆斯小镇 不可能会有小偷的 海力的生日 海力的生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雷妮 你好 早上好 早 哈利 你看上去心情不错呢 有好事吗 当然有了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能啊 不过直接说出来太没有意思了 我出个谜语吧 出个谜语 哇 感觉好有气啊 挺好了 今天可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知道了 扫除日 不对 猜错了 错了吗 今天你就好好想一想吧 想出来了就告诉我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用工作的星期天 不对 大家都能休息的节假日 都说不是了 想想想看 去年的今天曾经发生了什么呢 嗯 你们难道什么也不记得了吗 嗯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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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我生日倒计十亿周 哇 我们全都忘记了 海力却还记得 你真是了不起啊 这 这个 布鲁诺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我啊 最想要有冠军签名的黄金超级球 那个也太贵了吧 你就 当成把我明年后年那后年的生日礼物一起买了呗 什么 那也太不像话了 什么嘛 根本就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 对了 霍莉一定会记得我的生日吧 霍莉 海力 你今天没有忘记什么吧 忘记什么 嗯 哦 对了 今天得检修报警电话 差点给忘了 谢谢你提醒我 哦 对了 早晨听说滨海路的滚石井是排导了 你去看一下吧 啊 知道了 你好 安巴 啊 海力 今天有事吗 今天 昨天新到一批急救药品 我今天得整理一整天呐 呃 试试吗 哦 海力 哦 罗伊 罗伊 哦 抱歉 我正在打扫跑道呢 过分 居然在今天泼我凉水 偏在今天 不说了 反正说出来也没有用 海力 呃 能回总部一趟吗 有事吗 有话跟你说 有话 哎 来 哇 我就知道 小娟 你会记得的 当然了 赶紧把这个给玛丽送去吧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今天不是玛丽的生日吗 是什么 这可是我为玛丽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辛苦你啦 海力 哦 那我呢 你 小娟 你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 不是玛丽的生日吗 小娟 你发什么脾气嘛 算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们说话了 哇 怎么突然翻脸了 玛丽真幸福啊 是谁呀 妈妈 快看啊 不知道是谁送来了礼物 哎 任务结束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克里尼 你好 你好 小娟 那个 麻烦问一下海力现在在吗 海力 不在 有事吗 这个 海力让我猜的蜜语的答案 我好像知道了 蜜语 答案是什么 就是 海力的生日 今天应该是海力的生日吧 什么 今天也是她的生日 我竟然给忘掉了 我受够了 我干脆离开算了 再见 各位 你们都不记得我生日了 我也不想和你们一起生活了 海力 回来吧 我们再也不会忘记你们生日了 你们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身在天涯海角了 什么 今天是海力的生日 我都在日历上标注了 还是忘得一干二净 她和玛丽同一天生日 我怎么会忘了呢 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 感觉太对不起她了 她现在肯定是躲在哪里 暗自伤心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马上给她办一场生日聚会的话 还来得及 但是 时间太紧了吧 我们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帮忙吗 真是一个好主意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了 怎么样 罗伊 好 就这么办 大家齐心协力 给海力准备生日宴会 开始行动 再涉及一下 再涉及到 下出十二 再涉及到 再涉及到 几个人 再涉及到 轻易烦 轻易烦 再涉及到 快逃 轻易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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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通知所有人 今天是海莉的生日 我跟朋友负责搭建漂亮的舞台 我负责布置现场 时间非常紧迫 大家赶快行动 知道了 什么 肯定就参加咯 谢谢你 谢谢你 玻璃 准备的怎么样了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大家都已经在广场上集合了 很好 接下来的就交给我了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 发生什么事了 小娟 发生重大事故 请马上赶到广场 知道了 立刻出发 哎 生日竟然遇到事故 但是工作敌 怎么这么黑啊 玻璃 安邦 罗伊 都跑到哪儿去了 海莉 斯普齐 你怎么了 海莉 斯普齐 打起精神来 哈哈 生日快乐 海莉 生日快乐 海莉 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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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海莉海里 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 生日快乐 海莉 生日快乐 海莉 原来 你们没有忘记我生日 快点 海莉 还不赶紧吹蜡烛啊 知道了 接下来 是生日礼物 哦 给我的 当然了 快打开吧 我们都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好紧张啊 稍等 大家都闭上眼睛 哪能让你这么轻易就看到礼物呢 好 大家都闭上眼睛 午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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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 独家定制夜光螺旋奖 只要戴上这个 就不会有人再忘掉海莉的生日了 怎麼樣 嗯 嗯 嗯 怎麼樣 不喜欢这个礼物吗 不是的 我很喜欢啊 我只是觉得 有没有礼物并不重要 只要有大家就好 什么呀 这不还是不喜欢丽屋的意思吗 不是的 我真的喜欢 不管怎么样海力 我们都很爱你 我们大家永远都离不开你 我爱你 海力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呦呼 谢谢大家 柯里尼 你去哪儿 哎呀 这么乱啊 又得收拾了 还好 都收拾好了 再把垃圾倒了就完事了 开始干活吧 不对 安巴 早上好 早 两位 我们正找你呢 可不可以帮忙整理一下训练场呢 因为我们要去镇上巡逻 哦 知道了 那就辛苦你了 好了 安巴 快闪开 海力 海力 你又给弄得乱七八糟了 对不起 我的螺旋桨又出了点问题 又好了 你继续忙 啊 海力 你弄成这样 难道不帮忙收拾一下吗 对不起 我太忙了 唉 我再也不收拾了 嗯 嗯 嗯 小娟 啊 安巴 我好不容易才把这打扫完 你这么快就又给弄脏了 呃 这个 你们总是弄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再让我收拾烂摊子 呃 对不起 安巴 太过分了 呃 安巴 咦 出故障了 呃 出故障了 呃 斯泰西不在啊 那今天还在老地方冲阉吧 那今天还在老地方冲阅呗 呃 嘶 呱 什么 你说安巴生气了 我们不知道他生气了 还让他帮忙打扫呢 我把训练场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也有责任 安巴本来把总部整理得紧紧有条的 我又把它给弄乱了 我们现在收拾也不晚啊 也许那样安巴就会消气了呢 没错 那就行动吧 很好 那这样小娟打扫一下指挥室 海莉负责修理所 罗姨和我一起去打扫训练场 好的 真的好脏啊 好吧 打扫吧 安巴 我回来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听小娟说了 关于打扫的事 你很生我们的气对吗 那个 安巴 你在这儿啊 你不知道我们多担心你 修理所我已经收拾好了 真的吗 其实我们也正在打扫训练场呢 虽然还没有打扫完呢 你们也真是的 哇 安巴笑了 安巴 不生气了吧 这个还没有消气呢 等到你们把训练场全部都收拾好以后再说吧 没问题 放心吧 耶耶耶耶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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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神明 啊 啊 天啊 啊 哼哩 到底怎麼回事啊 天啊 哎 怎么这么难打扫啊 哎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斯泰西 克里尼很危险 什么 哦 知道了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 哦 什么事 小娟 克里尼正在以超快的速度 在镇上飞奔 克里尼吗 听说她使用了出故障的充电器 看来是电量充得太多引发的失控 情况很紧急 请大家立刻出发 是 小娟 是 小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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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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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搜索一下克里尼的位置 好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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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回事 在哪呢 莫莉 克里尼正在朝着广场的方向高速行驶 知道了 海力 在我们赶到之前 你一定要盯紧克里尼的状况 知道了 马上行动 克里尼 停驾 力气也太大了 碰 碰 潘巴和海力守着 注意不要让克里尼离开广场 我跟罗伊 我们两个去接住他 知道了 罗伊 你负责右边 我负责左边 好 知道了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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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那里的话 就不用怕他造成事故了 这个主意不错呀 不过 我们该怎么带他过去呢 别着急 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全都让开 让开 让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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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离你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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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她睡一会儿吧 克里尼没事的 那就好 话说回来 能想到用垃圾吸引克里尼 这真是太聪明了 而且训练场也变干净了 真是变干净了呢 克里尼真的很能干 安巴 之前没能帮你 对不起 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会跟你一起打扫的 安巴以后不用每天忙着打扫了 交给我们吧 我正在开发超级吸尘器呢 不用非得这样做 你们能够理解我 我就很感激了 我就说吧 安巴是个可爱的天使 什么 蜜奇生气了 脚变通转起来 混凝土不凝固 转眼转压家家 你的先生 早上好啊 哦 米奇 你来得正好 能去苹果路浇住点混凝土吗 那里 我昨天浇住完了呀 呃 是这样的 混凝土还没有完全凝固 就被车给压了 什么 这也太惨了 稍等一下哦 我会让你重新变得平整漂亮的 完美极了 挺好 米奇 哦 四步骑 大家加油 最后一圈了 罗伊 加油 没事吧 罗伊 没事吧 罗伊 哦 我没事 不过 跑道该休一下了 是啊 得叫米奇来帮忙了 固好了 混凝土完全凝固之前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哦 放心吧 会助你的 镇上的朋友们都能像你们一样该多好 这是什么意思 每次混凝土凝固之前 都会有车留下印记 害得我总要重复作业十多次 那是挺让人心烦的 你不用担心这里 我们一定会格外小心的 谢谢你们 那 我先回去了 走好 米奇 嗯 他好像没什么精神 啊 又被压了 你好 米奇 啊 莫子铁 哦 怎么了 我再一人不下去了 太过分了 米奇 你怎么了 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混凝土附近了 啊 知道了 对不起 哎呀 气死我了 谁要是再弄坏我的混凝土 我绝绕不了它 这家伙 今天是来不坏我的混凝土的 米奇 又见面了 别过来 不许靠街 为什么呀 米奇 你掉头 远路返回 再也不要在附近出现了 啊 知道了 啊 知道了 我今天要通宵留在这里看上混凝土 我就是压了一下混凝土吗 干嘛发那么大的火 真是吓死我了 要是你也碰到米奇 最好先离它远一点 知道了 我一定躲着它 米奇吗 可不是嘛 总之 你暂时还是不要接近它明就安全 哦 知道了 我没有 遗远 我会渐到监巴 谁啊 我不要把我的混凝土啊 米 米奇 一样 嗯 哦 我快走啦 你不留心睡着了 怎么回事啊 我等不了了 怎么办啊 是自顾笔 是自顾笔 快帮帮我 啊 你急 呃 看来是要跟我发火了 我还是绕道走吧 啊 是自顾笔 啊 我 克里尼 帮帮我吧 啊 啊 别走啊 啊 都怪我总跟朋友发火 现在谁都不愿靠近我了 呃 师傅姐和波士迪来了 我爱朋友们 啊 那边好像是米奇啊 什么 米 米奇 波士迪 哦 好像又生气了 我们要倒走吧 好的 啊 别走 呵呵呵 你们帮帮我啊 爸爸 哦 哦 爸爸 哦 好像是要我们帮他呢 哦 看来米奇遇到麻烦了 都凝固了 现在应该可以训练了 嗯 太好了 我可以重新挑战一下我的记录了 当然了 哦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是我 斯普齐 发生什么事了 不不不不不不 出大事了 可了不得了 斯普齐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就是说那个米奇 那个混凝土 米奇快说了 就是说米奇的轮胎 进入混凝土中 混凝土淋漠了 完全都不了了 什么 我知道了 马上就派救援队过去 自不齐 我们再用点力啊 这样肯定不行 光靠我的力气 是拉不动它的 对不起米奇 一点忙也没能帮上 哪有 你们愿意帮忙 我已经很感激了 米奇 来了 在这里呢 这里 放心吧米奇 有我们呢 完全黏在一起了 什 什么 完全黏在一起了吗 我居然被自己的宝贝 混凝土困住了吗 别着急米奇 很快就能出来了 罗伊 弄碎混凝土 让轮胎解放 嗯 好的 那我们开始吧 好 猫莉 现在好像可以了 很好 那我们一起用力 把米奇挪到混凝土外面去 知道了 都准备好了吗 数到三就往上抬 一 二 三 小心啊 一起放下 我去检查一下米奇的轮胎情况 轮胎和轮圈都损毁严重 这种状态是无法移动的 什么 动不了了吗 别担心 修理一下马上就能动了 海力 你能马上找到适合米奇的型号的轮胎吗 当然了 我去去就回 好 装好了 你转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异常 明白了 一切运转正常 太好了 米奇 太好了 米奇 你看这儿 你看这儿 这是我们的礼物哦 要是树上这个牌子的话 所有人都会注意到这里有米奇 浇注的混凝土了 没错 米奇 没错 米奇再也不用担心混凝土被破坏了 不仅如此 别人也不用怕陷入混凝土了 一箭双雕 我真是太喜欢这个礼物了 谢谢你们 等等 要卸出来了 什么 什么 我控制不住了 快躲开 对不起 外搅拌的我好久没转动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哈哈哈哈哈哈 爷爷 我爱你 天 天呐 爷爷 难道你让我背着这个出门吗 怎么 不喜欢吗 嗯 跟我的蝴蝶结颜色也不搭 嗯 小朋友们肯定会笑话我的 怎么会呢 这个备胎其实还是蛮结实的 你瞧 鼓鼓的多好啊 爷爷 我不要这样的 给我买最近流行的公主派轮胎好不好 轮胎还有什么流行不流行的 呵呵 臭眉虫 米 一起去训练吧 你好 爷爷 你们好 孩子们 你们的备胎都准备好了吗 当然了 这是今年春天最炒的一款 我这可是昨天刚上市的新款 不错嘛 米妮 给我们看看你的吧 是啊 米妮 不 不要 真的好土啊 真的好土啊 陆迪 可不能这么说话啊 你看嘛 我就说小朋友们会笑话我的 米 米妮 我讨厌爷爷 我讨厌你 米妮 娜娜 爷爷 再见了 哦 再见 米妮 落地 等等我 好想要我 哦 还在看啊 那我先走了 哦 别难过了 米妮 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你喜欢的Poly哥哥啊 所以我才更伤心 一会儿Poly哥哥看到我的备胎会怎么想呢 快走吧 哦 米妮 我们走吧 嗯 陆迪 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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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买最近流行的公主派轮胎好不好 我讨厌爷爷 我讨厌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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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都带来了吗 带来了 那就让我看看你们都带了些什么 没问题 哎 陆迪 这个备胎恐怕不适合你吧 虽然是有点不合身 不过这可是很贵的 陆迪 贵的未必就是好的 如果用了不合身的轮胎是会出事故的 轮胎还是合身最重要 知道了 那我这个夜光轮胎呢 嘿嘿嘿 到了晚上会神闪发光的 好可惜现在不能展示给大家 可是本尼 这个看上去很不结实啊 什么 那 那不可能 这可是最流行的新款啊 本尼 轮胎要的是结实 而不是好看 真没想到 真遗憾啊本尼 米妮 你的呢 在哪里啊 我 那个 不许说我的备胎很土啊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 你在说什么呢 这轮胎选的很好啊 什么 不管很合身 而且看起来很结实 真的 真的吗 今天只有米妮能够参加训练了 大家好好看看米妮的备胎 下一次要带适合自己的来哦 好的 真羡慕你啊 还受到了表扬 嗯 嗯 这儿可得格外的小心 今天风可真大 马斯提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有没有适合米妮用的轮胎 昨天陆迪和本尼来我这里挑了好一阵子才走的呢 嗯 现在的孩子怎么就知道赶时髦 轮胎皆失耐用不就好了嘛 话说回来 有没有适合米妮用的漂亮的轮胎呢 那什么叫什么来着 公 公主排轮胎 嗯 好像是吧 等等 让我看看放哪儿了呢 诶 在这儿 来 米妮 这里是训练路线中最难的一段 不过 按照刚才我教给你的 你只要踩着刹车就没有问题 好的 真羡慕米妮 是啊 米妮 出发吧 好的 我的天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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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妮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哎呀 你的轮胎爆了 啊 怎么办 用不着担心米妮 因为你有结实耐用的备胎呀 对呀 没错 博力 不好了 怎么了 小娟 好像要来台风了 台风 是的 很大很强的风 还会下大雨呢 你们看 这是我的天气一侧仪说的 这样的话 今天的训练只好取消了 也只好这样了 安全第一 以防万一 我跟海力还有罗伊一起去巡逻 好吧 就趁台风来临之前 我来把孩子们都送回家吧 布鲁姆斯镇的军民们 请注意 救援中心发布强风橙色警报 请大家注意转移到安全地带 警报解除前 请注意收听广播 今天广场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下雨了 你的礼物要被淋湿了 糟糕 掉下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两个 快点回家吧 好的 再见 米妮再见哦 再见 快走吧 米妮 你慢一点 小心滑倒 安巴 我有话想快点跟爷爷说 有话要说 是的 今天早上我对爷爷发脾气了 因为我不喜欢他给我买的这个轮胎 所以想跟爷爷道歉吗 是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 这个轮胎有多好了 救命啊 哦 爷爷爷 等一下 米妮 我去看看情况 等等 等等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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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靠近的话 瞧会塌的 爷爷 您先忍一下 我马上申请救援 喂 安巴 孩子们都顺利回家了吗 小娟 出事了 马斯提爷爷出事了 你说什么 玻璃 马斯提爷爷出事了 请迅速赶往湖中大条 好的 别担心 米妮 救援队 马上就到 安巴 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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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伊 海力 安装安全挂钩 好的 宝莉 别担心 米妮 我们会安全地把爷爷救出来的 爷爷 先忍一下 宝莉 再不快点 桥就要塌了 知道了 罗伊 我把轮子撬出来以后 你就把爷爷拉上来 好的 莫莉 安全挂钩固定好了 好 开始行动 马上就好了 罗伊 快拉 罗伊 快拉 罗伊 爷爷 哼 爷爷 我好担心你哦 爷爷 没事 没事了 可是米妮 你的新轮胎飘走了 没事的 只要爷爷没事就好 再说 你已经给我买了一个好轮胎了 呵呵呵呵 米妮长大了 真是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不客气 只要爷爷和米妮 都安然无恙就好了 是的 是的 诶 雨停了 真好 这样的话我们也回去吧 海力 请彼得帮忙修一下桥吧 好的 罗伊 安巴 你们带着爷爷回总部去 我去村里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的 爷爷 真对不起 早上我不该对您发脾气 小家伙 越来越会说话了 哈哈哈哈 失误也没关系 嘿嘿嘿 久等了 克里尼 没有 那就好 那我现在把你带到充电站吧 来 转过来 挂好挂钩 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上路咯 斯特西 克里尼来了 辛苦了 等一下 那是什么呀 怎么了 嗯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波斯迪 竟然把垃圾箱当成了克里尼 这也太好笑了吧 我 我马上再跑一趟 这个斯普吉 看看我的杰作 这叫文件清洁整理箱 文件清洁整理箱 看好了 看 就这样 看 怎么都皱巴巴的 是不是哪里设计的不对呢 不应该呀 到底是哪里出现失误了呢 对不起 克里尼 没关系 斯普吉 啊 谢谢 我还有工作 先走一步 再见 再见 啦啦啦 噢 是斯库比 你好 斯库比 你好 斯普吉 嘿嘿嘿 听说 你今天把垃圾箱 当成克里尼给拉走了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波斯提说的 现在应该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了吧 什么 什么 全镇人 哈哈哈哈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笑的事了 是吧是吧 斯普吉 斯普吉 哦 哦 哦 听说你今天把垃圾箱当成克里尼了 哦 哈哈哈 下次又会拖些什么呢 椅子 露灯 等着看你下一次的失误哦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波斯提 嗯 别再到处说我的事了 哦 为什么 如果是你失误了 大家都取笑你 你会怎么想 哦 我是绝对不会失误的 因为我不是马达哈斯普吉嘛 嘿嘿嘿嘿 哈哈哈 波斯提 哎呀斯普吉 我现在该走了 再见啦 说我是马达哈斯普吉 proximity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斯普吉的失误真好笑 下次又会出现什么失误呢 我真的好期待哦 拉啦啦啦啦啦 哦 才可不 freezer Eli 我真的好玩 下次又会出现什么失误呢 真的好期待哦 拉啦啦啦啦啦 好期待 什么 没有包裹 好奇怪 我明明带来了 该不会是失误掉在哪里了吧 怎么会呢 我可是绝对不会失误的 那我的包裹去哪了呢 这个 怎么办呢 要是今天拿不到设计图的话 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工了 难道 等我一下 去哪了 没有 没有 在那里 找到了 不要 站住 给我站住 别跑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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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救命啊 快来人啊 是波斯提 波斯提 快来人啊 救命啊 我的屁股被卡住了 波斯提 哦 斯普提 别着急 我来救你 不可以 别过来 波斯提 对不起 哎呀 笨蛋 叫你别过来的 我们俩都被卡住了 可怎么办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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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啊 我知道 谁来救救我呢 看 哇 成功了 你怎么修好的 我检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处失误 都说失误是成功之母嘛 应该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吧 呃 是这么说的吗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什么 你说什么 怎么了 小娟 波斯提和斯富奇 在七号路上遇到了麻烦 大家立即行动 是 小娟 海力 你先去现场查看一下状况 滑灯 哇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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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啊 哎 还好吗 不检死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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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救援队马上就到了 救援队马上就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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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救命了 救命了 快点 玻璃 罗伊 我沿着悬崖下去 然后你把挂钩放下来 好的 可以 这个应该可以 救命了 救命 救命 救命了 驢 救命了 驢 好 可以 再坚持一下 哦 玻璃 马上就好 再加法剑 快 好了 螺伊 拉上去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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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救了 大家都没事就好 嗯 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那是因为 因为我不小心把包裹丢了 啊 啊 我的信 天哪 啊 这个叫我怎么办啊 要是一封一封地去捡 会花很长时间的 嗯 有了 我有一个好办法 等我一下 好喽 哇 好厉害啊 心都整理好喽 好 可以了 嗯 啊 谢谢大家 嗯 斯普齐 今天我不该取笑你 对不起 没事的 嘿嘿嘿 我笑你是马当哈 结果我自己也失误了 好丢脸呐 波斯提 失误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是啊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失误的 没错 你看我 我就经常失误 可是斯普齐 你会跟别人说起我今天的失误 吗 嗯 你不愿意的话我就不说 谢谢你斯普齐 不过 我只说我们被栏杆卡住的事情 可以吗 什么 你不觉得真的很好笑吗 嘿嘿嘿 不可以 求你了 我可不想被人叫成是马当哈 那好吧 我不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特长大赛 哦 终于要举办特场大赛了 这次会是谁拿第一呢 当然是布鲁诺了 他可是为了这次比赛下了很多功夫 对吧 布鲁诺 没有错 我一定要赢得比赛 拿到布鲁姆斯奖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斯布鲁 因为我也要参加特场大赛 你吗 你要表演什么特场呢 布鲁诺的颠球表演太没劲了 我要表演既有趣又神奇的魔术 魔术 看清楚了 怎么样 这 真是太棒了 正是比赛的时候还有更精彩的呢 等着看吧 比起斯布鲁的魔术 我的颠球太不起眼了 不是这样的 布鲁诺 我认为你的超级球表演 是天底下最最精彩的 没错 布鲁诺 你的球技真的很棒 真的吗 当然 我们会为你加油的 知道了 我会好好表现的 看 这是颁给获奖者的布鲁姆斯奖杯 哇 好漂亮 这次谁会拿第一呢 布鲁诺吧 因为布鲁诺的颠球实力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斯布奇也不弱 他说这次比赛要表演魔术呢 魔术 真了不起啊 但是我觉得米奇和克里尼也不赖 没错 克里尼展示刷盘技术 米奇好像是在表演混凝土雕塑 感觉这次大赛会非常有看头啊 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 确保大赛圆满结束 知道了 彼得先生 我们能不能去看布鲁诺比赛啊 离比赛正式开始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吧 但是去晚了 就只能在最后面看了 再怎么求我也没用 邓普还没有干完活呢 彼得先生 我要干的活还剩下很多吗 嗯 你得去木材厂拉一批木材 这样才能保证明天的施工进度 那我就尽快干完活去找你们吧 您先带着他们两个先去看球吧 可是 彼得先生 你自己能行吗 邓普 能行 你们先去吧 你好 彼得叔叔 你来得很早啊 这群孩子一直嚷嚷着要来 嘿嘿嘿嘿 邓普怎么没来 邓普还有工作没有完成 他一会儿再过来 原来如此 大家进去吧 喂喂 世曼 世曼 海力 请把讲台往左边挪一下 好的 要是邓普也一起来就好了 哦 现在他应该到木材厂拉 这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搬完呢 要是我加把劲儿应该还能赶上看比赛 加油吧 邓普 又失手了 这都打碎几个了 克里尼 不用这么紧张 现在 布鲁姆斯镇特长大赛正式开始 好紧张 大家都来给我加油了吗 洞普没来吗 完了那么多趟 还剩下这么多 这样下去要错过布鲁姆斯镇特长的表演了 不行 看来还得一次性全都搬走 邓普 你这超载的太厉害了 会出事故的 没关系的 这种程度没问题 很好 米奇选手正使出浑身技术 啊 太可惜了 他没能将美人鱼的尾巴做完 彼得先生 邓普还没来呢 布鲁诺马上就上场了 哎 可不是嘛 看来我这次搬的太多了 但是为了早点去看布鲁诺的比赛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 不要啊 好 接下来就是布鲁诺和斯普奇两位选手了 他们两个人将争夺冠军 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邓普怎么还没来啊 他明明说过来加油的 哈 比赛暂时终止 救援队队员请到舞台前面集合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小娟 木材厂附近出事了 邓普在搬运木材爬坡的途中出事故了 什么 邓普 听说邓普的轮胎爆了 木材散落一地 挡在了道路中间 邓普也被困住动不了了 Polly 我们快过去吧 嗯 立刻出发 嗯 我们实在不应该把邓普自己留在那里啊 对不起 海力 你先去了解一下邓普的情况 好的 怎么办 动不了了 这下完了 在那里 邓普 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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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稳 坚持一下 救援马上就到了 哦 到了 哈 嘿 车 副力 在这边 合物 收拾一下这些木材吧 嗯 现在安全了 灯泡 谢谢你们 不客气 安巴 小心 洛伊 没事吧 我没事 好了 好了 那就拜托你了 泰坦 放心吧 这么点木材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好了 邓普 动一下看看 没问题了 谢谢你 安巴 也谢谢大家 别那么客气 不过邓普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千万不要再超载了 因为那样做事很危险的 对不起 我想早点去看布鲁诺的比赛 才一下子办了那么多 但是 现在布鲁诺的表演 应该结束了吧 别灰心 邓普 现在去还赶得上 对啊 邓普 邓普回来了 邓普 彼得先生 邓普 我们不该留下你一个人 实在是对不起 没事的 让你们这么担心 我才过意不去 快告诉我比赛结果怎么样 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邓普 布鲁诺坚持说 要等你来才开始比赛 真的吗 好了 那让我们重新开始比赛吧 布鲁诺 准备好了吗 啊 当婆 太好了 我会好好表现 把布鲁姆斯杯捧回来的 说什么呢 布鲁姆斯杯可是我的 我的球 你什么时候偷走的 什么叫偷 这叫魔术 什么魔术 分明是偷走的 给我站住 布鲁诺你想干嘛 想不碍我比赛是不是 不是 都说不是了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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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库比的约定 斯库比 让我先上车吧 不行 让我先上 我先上 都别争了 再炒下去 你们可就都要迟到了 好了 你们快点排好队吧 按照先来后道的顺序 这样才对嘛 好 慢慢的上车 欢迎你 多比 你好啊 提姆 睡得好吗 玛丽 安妮 你好 你好 这是我弟弟奥比 哇 好可爱 你好 奥比 你好 斯库比 不过 安妮 你还是把玩具放进书包吧 放外面容易弄丢 不是玩具 是我弟弟 抱歉 那你帮我问问弟弟 他愿不愿意到书包里面待一会儿呢 嗯 奥比说他愿意 嘿嘿 走吧 奥比 好了 出发 这是本周收到的仪式物品 哇 这么多啊 要找到施主真是困难事 别担心 上面都写着名字呢 嗯 这个是彼得先生的 这个是充电站斯泰西的 这个是玛丽的 物品上写上名字真的很方便 没错 事先写上名字 对丢东西的人 和捡到东西的人都有帮助 好了 大家加油 分头行动 争取今天全部归还 嘿 再见 斯库比 再见朋友们 阿妮 你怎么了 怎么办 我弟弟不见了 什么 会不会失望在学校了呢 没有 难道是弄丢了 阿妮 别哭了 我来帮你找玩具 不是玩具 是我弟弟 对对 我一定帮你把弟弟找回来 别哭了 回家吧 不要 不行 安妮 你不回家的话 你爸爸妈妈会担心的 但是 没有奥比 我会睡不着的 是这样啊 放心吧 安妮 在你睡觉前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 真的吗 交给我好了 我思库比从来都是 言出必行 说一不二 以后要好好保管 不要再弄丢了 谢谢你 霍丽 不客气 再见 谢谢你 罗伊 再见 玛丽 太谢谢你了 海力 您客气了 安妮 还剩下多少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我也快送完了 好的 那你先忙着 我走了 哎呀 麻烦了 天都快黑了 那到底掉哪儿了呢 要是找不到那个小熊怎么办 斯库比 哦 公里 想什么呢 那么认真 哦 我正在担心自己还能不能遵守约定呢 哦 和谁在约定啊 你认识安妮吗 安妮 是那个脸上有小雀斑的女孩吗 对 今天安妮的弟弟不见了 什么 他弟弟不见了 不是 准确的说应该是玩具 他叫奥比 安妮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 对他来说他就是他的弟弟 我答应安妮要帮他找到弟弟 啊 不对 是找到那个玩具 在他睡觉前找到 哎呀 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看来我这次没法遵守约定了 哦哟哟 斯库比 不要着急 我帮你一起找吧 真的 真的吗 嗯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找到安妮的玩具 绝对不会让你食言的 我们回来了 都完成任务了吗 我是最先完成任务的 真了不起 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 太欣慰了 那以后一束物品的归还工作 就都交给海莉好了 什么 那 那个 不过 婆莉好慢啊 就是啊 婆莉 还没送完吗 等你回来哟 我们今天的任务全完成了 不好意思 小娟 有件事情需要大家来帮忙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事关斯库比的信誉 斯库比的信誉 事情的经过 等你们到了再说吧 你们都到广场来吧 知道了 你说还能找到吗 别担心 斯库比 任务就是找玩具嘛 对 你们愿意帮忙吗 当然 大家一起找 应该很快就会找到的 真是太可惜你们了 我们必须要在安妮睡觉前找到她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嗯 好了 我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知道了 玩具 玩具 我没有见过呀 哦 在那儿呢 是石头啊 各个角落我都找遍了 可还是找不到 不行 必须得找到 安妮说她要是没有那个玩具 就睡不着觉 我要是害得她睡不着觉 那可就麻烦了 嗯 嗯 嗯 克里尼 嗯 克里尼 嗯 克里尼 嗯 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 我们在帮安妮找玩具呢 玩具 你有没有看到啊 嗯 玩具 哎 我也没有注意 这样啊 虽然我也想帮忙 但是现在太忙了 没事的 克里尼 你不用操心了 继续忙你的吧 是啊 克里尼 是啊 克里尼 玩具由我们去找就行了 祝你们尽快找到它 那我先走了 刚才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我们再想想看 嗯 会不会是被别人捡走了呢 如果有人捡到的话 肯定会交给总部的呀 要是那样 小娟早就联系我们了 嗯 说的也是 哎 终于干完了 今天真是太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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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帮安妮找她的玩具呢 嗯 这个玩具竟然在我这里啊 啊 啊 大师不好了 到最后 我还是没能遵守约定 小朋友们都该说 我说话不算数了 嘿嘿嘿嘿 斯库比 你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小娟 Polly 有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 回来以后告诉你们 让斯库比也一起来吧 斯库比 你们看 哇 安妮的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车站捡到的 但后来忙晕了 就忘记了 我们也不知道 在镇上找了好半天呢 对不起 我要是早点送来 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没事 克里尼 多亏了你 现在我们找到了嘛 真的吗 当然 真的谢谢你 克里尼 也非常非常谢谢你们 大家都为我费心了 不客气 好了 斯库比 安妮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快点给她送过去吧 好 安妮 该睡觉了 快点上床吧 再等会 啊 斯库比 安妮 快上来看看 奥比 是我的奥比 斯库比 谢谢你 有个小牌子 送你的 啊 以后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记得写上名字哦 知道啦 我一定会的 现在你可以和奥比睡个安稳觉了吧 嗯 肯定能做个好梦 斯库比 真的谢谢你能够遵守和我的约定哦 不用谢 能遵守约定 我也非常开心 哈哈哈哈 拜托了 克里尼 哈 哇 猫死了 太多了 怎么办呢 先去这里呢 还是先去那里呢 摩斯提 克里米 出什么事了 我要投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不知道该先送哪个 正在发愁呢 真是太辛苦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送完呢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啊 哦 让我帮忙吗 呃 我希望你能帮我去码头送个包裹 哦 码头 不行嘛 我也知道这是抢人所难 那我先走了 波斯提 我帮你送过去吧 是真的 唉 你把它送给码头的马铃 它五点钟就要离港了 所以你一定别迟到哦 谢谢你 克里米 哦 不思提 嗯 怎么样 安巴 经你修理以后 感觉好多了 对嘛 我的修车功力独步天下 你好 你们好 这是要去哪里啊 去码头检修一下那里的报警电话 顺便去见见马铃 这么好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马铃了 我也是 记得替我向他问一声好啊 知道了 那我们走了 走好 都干完了 再替波斯提去码头送一个包裹就完事了 克里米 哦 你好 你好 麦克斯 有什么事吗 哦 想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帮忙打扫一下工地 就现在 现在就去吗 哦 现在 怎么了 难道不方便吗 嗯 嗯 好吧 麦克斯 嗯 就知道你会帮忙的 呵呵 我先走了 变快了好多啊 过奖 呵呵呵 这次是我先走了 哦 一起走 Pauline 你们好啊 三胞胎 你们好啊 你好 马铃 你们好啊 最近过得好吗 非常好啊 你们来码头是有什么事吗 哦 我们今天是来检修报警电话的 原来如此 那快去吧 等回来 我给你们讲讲会唱歌的海豚 会唱歌的海豚 好期待啊 好期待啊 那好 一会儿见 还要等一会儿 你也看到了 这里还没有完工呢 那要等多久才行啊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吧 哦 一个小时 哦 所以 他就听着歌声来到了这里 哈哈哈 真不敢相信 海豚会唱歌 下次我介绍你们认识啊 看来离港的时间到了 这么早 有事 需要马上出发 就这样走了 很舍不得你啊 下次再见就是了 不过 波斯提说 我有一个重要的包裹 这么晚了还没送来 按说波斯提不该迟到啊 有什么事吧 都结束了 干完了 彼得先生 你可以打扫卫生了 哦 好 打扫完了 彼得先生 现在几点了 五点了 到点了 哦 糟了 糟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彼得先生 哎 有您的包裹啊 哦 谢谢你 波斯提 哇 纵完了 话说回来 今天大家都够忙的呀 哦 还有谁来过吗 克里尼刚一打扫完卫生 就急急忙忙赶去码头了 克里尼猫 什么时候 刚才他听到我说已经五点了 就急匆匆地跑掉了 什么 妈 爸 我的包裹 一路顺风 玛琳 十分感谢 要是看见波斯提的话 告诉他 我不等他 先走了 知道了 糟了 要迟到了 啊 啊 啊 哦 吊脚升起来了 怎么办呢 她五点钟就要离岗了 所以你一定别迟到啊 哦 痿啊 啊 正要下去 玛琳要走了 不可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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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 我的猫火 救命啊 救命啊 可麗麟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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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声音 救命啊 救命 快来救救我们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我去打电话报警 公司提 是鲁鲁鲁鲁鲁鲁鲁 公司提 我又被冲走了 克里尼 救救我 好 就用那个 救命啊 柳依 扇吧 知道了 好了 没事吧 克里尼 没事吧 克里尼 我没事 不过我自己 对不起 没能把你送到 对不起 对不起 克里尼 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这个 莫非就是马林的包裹吗 你怎么知道的 还是让海莉去送吧 对啊 如果让海莉去的话 就能送到马林的手里了 找到了 马林 海莉 你怎么跑来了 我替波斯提 来给你送包裹 太好了 一直挂念着 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 给你 那下次再见了 走好 马林 谢谢你 海莉 完成任务 辛苦你了 海莉 海莉已经把包裹 送到马林手里了 太好了 克里尼 我给你添了麻烦 对不起 没事 波斯提 都是我自己 不会拒绝别人 因为我总觉得 不好意思 说出拒绝别人的话 克里尼 有的时候 也要懂得拒绝 没错 实话实说的话 朋友们会理解的 是吗 当然是咯 那么 趁着天还没有黑 我们回家吧 波莉 你回去的时候 可别又直接跳过 那座吊桥了 那么做 真的很危险 当时我敢跳 是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 我的心里很清楚 不管出什么事 你都会叫我的 什么 勤洗澡 小蜜蜂陪我玩会吧 来和我玩 嗯 嗯 嗯 怎么了 你去哪儿啊 谁都不跟我玩 啊 是Poly 斯布奇 你好 你好Poly 我正无聊着呢 今天我们一起玩吧 恐怕不行啊 我这会儿正要去洗车场啊 可是 可是这是什么味道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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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想创造一个不洗澡记录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洗澡了 什么 一个月 斯普奇 现在你马上跟我一起去洗车场吧 那可不行 我再坚持一天就创造记录了 斯普奇 你也试试吧 可好玩儿啦 我可不要 是吗 那你去洗澡吧 我就自己努力创造记录吧 我先走了 嗯 欢迎光临布鲁姆斯站自动洗车场 请沿黄线进入 欢迎光临 请将挡位调至空挡 现在开始洗车 好舒服 洗澡感觉真好啊 斯普奇为什么就不爱洗澡呢 哈哈 愉快的一天又开始了 斯泰西 哦 斯普奇 早上好 今天的任务是去哪里啊 我看你还是先去洗洗车吧 绝对不可以 我说斯普奇 你这个样子出门 会不招人喜欢的 不 不要 过了今天 我就可以创下不洗澡的记录了 什么 不行 斯普奇 你快带给我过来 不要 你再忍一忍 过了今天就好了 唉呀 真是哪里没办法 uiou... you... you... tik Rudy Ayord 今天就在这里玩玩吧 好开心哪 看不清楚了 三 四 哎呀 飞得到处都是啊 快 怪我 不好 给我出来 快给我出来 我的天哪 这个是这个月大家的测试结果 哇 果然 在速度方面 泡力是最棒的 不过大家都各有所查 罗伊在力量方面 安巴在耐力方面 海力在应急方面 都打破了记录 说到打破记录我想起来了 昨天斯普奇说他也要创造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 不洗澡记录 他说自己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洗过澡了 什么 真不愧是斯普奇啊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萱 不好了 有怪物出现了 那 哪来的怪物 怪物 没错 没错 这里是Z12号工地 有个怪物把我的工地搞得一团糟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别担心 彼得先生 救援队马上就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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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海力 你先去 看看怪物长什么样子 好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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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怪物 哎 哦 竟然无法识别 这到底是什么呢 哦 来了 驾 海莉 情况如何 我正在识别图像 不过好像有点奇怪 你们听 她好像是在寻求帮助 海莉 我们几个来掩护你 你再靠近一点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好的 罗伊 你去负责右边 恩巴 你来负责左边 好的 天呐 这不是斯布奇吗 斯布奇 哈利 得抓紧时间了 房子好像快要倒了 斯布奇 我们现在开始搬木材 你不会有事的 先忍一忍别乱动好吗 很好 大家小心一点 把木材抬起来 好的 好的 嗯 太好了 你好 真好 太好了 你会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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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离开这里 你还能动吗 对不起 破莉 我好像动不了了 等一下 我来帮你 好像被卡住了 快点出来 房子要倒了 我得出去 我得出去 冷静一点 斯普齐 我们会带你安全地离开这里的 我好怕 我好怕 霍莉 你检查一下斯普齐的左车轮 找到了 好了 现在抬抬看 走吧 罗姨 好险啊 还好 大家都没事 我说斯普齐 我们差点都没有认出你是谁 看你浑身上下都是泥巴 我们还以为你是怪物呢 对不起 都怪玩泥巴太有趣了 斯普齐 你也该洗洗了吧 别再保持不洗澡记录了 是啊 斯普齐 一起到洗车场去吧 你可是太脏了 好的 我也不想再让自己变得更脏了 一想到因为这个害我被困住 哎哟 太可怕了 斯普齐 我一想到要重新施工了 也觉得很可怕呀 对 对不起 彼得先生 真的很抱歉 彼得先生 重新盖楼的时候 我们也来帮忙 真的吗 当然了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先去一趟洗车场吧 是啊 洗得干干净净 心情也会变好的 好痒 斯普齐干什么都是吵吵嚷嚷的 可不是吧 斯普齐 心情怎么样 感觉棒极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从今天起 我决定创造洗澡的最高纪录了 什么 有情之术 罗伊 你看那边 树上开花了 哦 真的 Polly 你知道这两棵树的名字吗 名字 有情之术 是凯普和波斯提起的名字 因为这两棵树看上去很要好 他们就起了这个名字 有情之术 这名字起得真好 波斯提 哦 凯普 能不能让我先洗一洗呢 我跟客人约好了 十点钟要去接人的 恐怕不行啊 我也很忙的 波斯提 总不能让我就这么脏兮兮的去接客人吧 让我先来好不好 欢迎光临 请颜黄线进入洗车厂 哦 反正不行 哦 波斯提 波斯提 你还要多久 等一下嘛 我得直直细细洗干净吧 嗯 再不快点 我就要迟到了 嗯 啊 糟糕 哦 开不再不来 我要迟到了 还是坐其他的车好了 嗯 哦 客人已经走了 约好了时间 我却迟到了 都是被波斯提给害的 走着瞧 以后我也不会帮你了 嗯 哇 糟糕 来不及了 哦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哦 那不是凯普吗 凯普 哦 波斯提 啊 刚好碰到你 我赶时间 请让我充一下电吧 那可不行 我也忙得不得了啊 凯普 你就帮帮忙吧 不行 该轮到我充电了吧 我可得充得满满的才行啊 嗯 现在开始充电 哇 一会儿送信该迟到了 哼 充电已完成 嗯 我先走一步了 嗯 嗯 嗯 电量已耗尽 请使用其他充电器 哦 什么 哦 哎呀 波斯提怎么还没来啊 这怎么回事啊 嗯 彼得先生 啊 啊 波斯提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守时呢 真对不起 彼得先生 哦 嗯 要不是因为凯普 我才不会被彼得先生批评呢 都是凯普的错 我怎么了 凭什么怪我 都怪你 害我迟到了 结果被彼得先生批评了一顿 我还没说你呢 都怪你 害我迟到了 结果客人先走了 这么说 刚才在充电站 你是故意的喽 坏心眼 你说清楚 谁坏心眼 还能有谁 你呗 什么 你比我坏一百倍 那不是凯普和波斯提吗 是你坏 你比我坏一百倍 你比我坏一百倍 你比我坏多了 别吵了 你坏 你坏 你们为什么吵架 你来得正好 海力 告诉凯普 我再也不要和他这种人做朋友了 哼 告诉波斯提 我还不想和他做朋友了呢 谁 哼 别吵了 什么 凯普和波斯提吵架了 嗯 过一会儿就好了 他们总是这样 很快就会和好了 这次吵得挺凶的 他们都气呼呼地指责对方 想劝都劝不住呢 是吗 那可有点麻烦了 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们和好呢 友情之术不是开花了吗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两个怎么样 好主意 友情之术这个名字不就是他们两个起的吗 嗯 如果告诉他们两个 他们肯定会去看的 到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和好了 对吗 哇 这个主意真不错 不过我们还需要一点小计谋 哼 哼 真的吗 友情之术开花了吗 嗯 我跟凯普说了这件事 他说这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看的 是吗 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啊 真的好想知道啊 有情之术 那我们就叫他有情之术吧 以后每年开花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纪念我们的友谊 好啊 嗯 嗯 嗯 你说什么 啊 有情之术开花了 刚才我碰巧遇到了波斯提 我告诉他友情之术开花了 他说对那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的呢 看来波斯提没有忘记啊 这个计谋能行得通吗 别担心肯定能行 那不是波斯提吗 开普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是路过这里罢了 麻烦让一下 我先到的好不好啊 该让路的是你 分明是我先到的 请你让开 什么 凭什么要我先让路 让我过去 就是我先到的 让开 让开 怎么样 我们的计谋成功了吗 肯定会成功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吧 一会儿就回来 他的好奇心可真强啊 是啊 他们该和好了吧 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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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出什么事情了 海力 他们和好了吗 情况有点糟糕 我拍给你们看 好的 天哪 怎么不这样 他们两个互不相让 都想先通过 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们还是快过来看看吧 好的海力 我们马上出发 我们马上出发 Ai!Ai!Ai! ダイ! Oh ah ah! Zucker! 哎呀 逃人了不動 istors 我们来了 还好吗 救救我们 我推了一下 可是推不动啊 看来我们只能砍掉其中的一棵大树了 说什么 要砍掉大树 不行 不能砍树 绝对不能这么做 别担心 我们是不会看树的 你们也不会有事的 罗伊 我们两个拉动树干 制造出一点空隙 而安巴呢 负责在后面 推他们两个 好的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波莉 准备好了 好的 开始行动 准备好了 波莎好像要吊了 准备好了 波莎好像要吊了 准备好了 波莎好像要吊了 好了 大家再用一点力 大家都没事吧 嗯 可是 因为我们 有情之术受伤了 只要细心照顾 大树会好起来的 如果我们互相离让一下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对不起 凯谷 没关系 我也有错 以后 我一定会让你先过的 没关系 还是我让着你吧 这样一来 我们的计谋就算成功了吧 成功了 成功了 什么计谋啊 什么计谋啊 没什么啦 迈克斯 要祭牢 早上好 早 动魄 走 动魄 你搬木材做什么 不是您让我把木材运过来的吗 我 我没说过 迈克斯告诉我的 什么 我的意思是 把这里的木材搬到木材厂去 迈克斯 你怎么听的呀 哦 我传错话了吗 抱歉 邓普 彼得先生 你不能把重要的事情交给迈克斯 因为他太健忘了 迈克斯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太对不起了 迈克斯 海力记忆法 没错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要记住飞机和数字一 就会造个句子 比如说飞机是第一块的 这比起死记硬背要更有效率呢 哇 真的很简单 有机会试试吧 谢谢你 海力 好了 泡里 谢谢 小绢 下面轮到罗伊了 好 让我看一下 班首放哪儿了 海力 让我教教你我的海力记忆法吧 海力记忆法 那种小儿科 那种小儿科怎么能找到我的班首呢 你不相信吗 看看第一个抽屉吧 天呐 天呐 哇 小绢总是把班首放到第一个抽屉里 这是我利用自己的记忆法记住的 既然你说是小儿科 那就没必要告诉你了 好了 我先走了 告诉我吧 海力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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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斯 我 彼得先生 有什么吩咐吗 有点小事 哎 没事了 你不用管了 彼得先生 我不会再像上次似的忘掉了 您告诉我吧 我现在一定能记住了 嗯 那你转告大家 让大家明天一点钟在苹果街集合吧 一点钟在苹果街 这一次你可千万别忘了呀 嘿嘿 您别担心 我绝对不忘 哎呀 一点在苹果街见面 那我该记住的就是苹果和数字一 嗯 好 苹果是第一好吃的 我这样记就行了 嘿嘿嘿 苹果是第一好吃的 嗯 大家好 麦克斯 彼得先生说 明天一点在苹果街集合 一点在苹果街 嗯 你没记错吧 绝对不会记错 你好 你好 彼得先生 彼得先生 大家都来了 等麦克斯来了 我们就开始干活 苹果是第一好吃的 苹果是第一好吃的 你好 你好 安妮 你好 香蕉好吃吗 嗯 我觉得香蕉是第一好吃的 没错 没错 香蕉最好吃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麦克斯 我是亲老的麦克斯 嗯 嗯 嗯 在哪来着 第一好吃的水果 嗯 我觉得香蕉是第一好吃的 没错 第一好吃的就是香蕉 朝着香蕉街前进 大家都还没来啊 嘿嘿 麦克斯上哪儿去了 我们都干完活了 他怎么还没来呢 我敢肯定啊 他又忘了 对 他忘了 不小心睡着了 大家还没来啊 那是什么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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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 树林会被烧光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才好 呃 呃 对了 我要打电话报警 唉 修理所的钥匙又放哪儿去了 海力 教教我提高记忆力的方法吧 小儿科罢了 小儿科罢了 不如去问麦克斯吧 问麦克斯 嗯 早上 我看到麦克斯正在为记忆力发愁 就把我的秘诀告诉他了 哼 好吧 我一定会问麦克斯的 啊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君 不好了 树林失火了 什么 你能告诉我们火在现场的准确位置吗 哦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们总不能把全站的森林都照一遍吧 你好好想想 这 这个 我记不起来了 麦克斯 你记得到森林以前发生过什么吗 来 来的路上 我遇见安妮正在吃香蕉 安妮说 她觉得香蕉是最好吃的 哦 这里是香蕉街 我记起来了 香蕉街附近应该是猫头鹰树林 干得好麦克斯 稍等一会儿 我们几个马上就赶到 好 快跑 好 我得赶紧从这里逃出去啊 这我该怎么出去啊 驾 麦克斯 普尔利 海力 麦克斯交给你了 好的 麦克斯 没事吧 海力 放心 有我们在呢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好 罗伊 我和安巴灭一下周围的小伙 你来熄灭这里的大伙 好的 风太大 我失漫园了 整个森林都被烧毁了 全都后退 我来试一下 可能是登山的人们忘记熄灭篝火 小小的火苗也会有很大的隐患 还好 多亏有麦克斯 要是没有他及时报警的话 恐怕整个森林都要变成一片火海了 没错 做得很好 麦克斯 嘿 麦克斯 你也不要再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差了 只要用心去记 就没有什么记不住的了 谢谢你们 我现在相信自己也能做到了 因为我明白了 要记住一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困难 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啊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好想象啊 麦克斯 捉迷藏 我放这儿 狗利瓶放那儿 嘿嘿嘿 最后一批啦 克利尼 呃 嗯 瑪莉 你来这里干什么 要是不忙的话跟我一起玩好吗 好 我再整理一下这个就可以休息啦 真的啊 嗯 等我一会儿啊 好的 嘿嘿嘿 不过我们玩什么呢 嗯 捉迷藏好不好 捉迷藏 好注意啊 你们好 哦 你好 破莉 我们正想玩捉迷藏呢 要不要一起玩呢 嗯 我也想玩 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 下次再一起玩吧 好吧 那你们好好的玩吧 要注意 不要跑到危险的地方去 嗯 明白啦 那我走了 再见 那 我们先找找看 哪里可以玩捉迷藏吧 好的 克利尼 那怎么样 很好啊 走吧 我先玩 该我啦 我先玩 该我啦 真的是该我啦 哎呀 真是吵死了 琪琪 你也管管他们吧 我听得耳朵都要起剪子啦 该我啦 这个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们都在啊 都 让我来坐 都别吵了 Polly 可解脱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Polly 我要去仓库取点东西 先走一步喽 慢走 特林 你们几个 为什么吵得这么凶 谁来说一说 嗯 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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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不太擅长玩捉迷藏的游戏 那这回你来找我吧 疼好了吗 没有 它哪里好呢 疼好了 就是说 你们刚才是在争论 由谁来帮特里卸货是吗 对 那样的话根本不用争吵 我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定好干活的顺序 比如说雷迪雷飞再轮到雷琪 凭什么雷迪是第一 要是对顺序不满意的话 可以再商量嘛 下回可以雷飞雷琪再轮到雷迪 下下回就雷琪雷迪 最后轮到雷飞就好了 怎么样啊 很公平 很好 那么你们以后不能再吵架了 知道了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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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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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输了 你出来吧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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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在玩捉迷藏呢 这里多危险呢 你还是换个地方玩吧 对不起 不过特里 你有没有看到玛丽呀 玛丽 好像没见到 到底藏哪儿了 我也想帮你找找玛丽 可是我还得送这些货物 琪琪马上就要离港了 我先走了 哦 再见 啊 啊 玛丽 啊 这里 停车 走了 怎么办呢 三胞胎兄弟 和好了吗 我告诉了他们一个 和平共处的方法 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虽然三兄弟总是吵架 但是其实感情很好吧 没错 要是感情不好的话 不可能整天黏在一起的 啊 啊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玛丽很危险 玛丽 怎么回事啊 玛丽玩捉迷藏的时候 在管道里面睡着了 克里不知道 将她带到码头去了 什么 要是琪琪就这么把玛丽 带走了怎么办呢 别着急 玛丽 马上派出救援队 玛丽玩捉迷藏 不 凯莉 你先走 拦住琪琪 别让她离港 好多 轮到我了 这不是相处得很好吗 就是呀 一直这样多好 最后该我了 你们都在啊 你怎么来了 海力 特里 玛丽正在你运来的这些管子里睡觉呢 什么 琪琪 希望你能晚一点再出发 没问题 谢谢你 琪琪 琪琪 我们搜一下货物 你不建议吧 没问题 谢谢 罗伊 你和安巴找一下后面 好 海力和我 就去前面找吧 好的 玛丽 你在哪儿 玛丽 你在哪儿 玛丽 玛丽 没有在这里啊 也没在这里 是哪儿来的声音 是哪儿来的声音 救救我 救救我 好像在这儿 我马上去确认一下 玛丽在里面 怎么办 冷静雷琪 安巴 你先在下面安置好安全垫 好的 好 雷琪 你慢慢地将管道移到安全垫上 我试试 我害怕 感觉要掉下去了 不行 我做不到 真没用 要是我的话 才不会发抖呢 就是 哆哆嗦嗦的 不像样子 敌北星 你被伤了 老近点 雷琪 雷迪 雷飞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你们应该齐心协力 帮助雷琪把玛丽救下来 说得没错 应该支持雷琪 加油雷琪 好的 玛丽 你别害怕 你不会有事情的 你慢慢地往下放 干得好 雷琪 玛丽 现在安全了 出来吧 哇 成功了 真是太好了 玛丽 玛丽 你还好吗 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是 真是对不起 以后我们不玩捉迷藏了 克里尼 捉迷藏没有错 但要注意在安全的地方玩啊 比如说游乐场之类的 是吗 今天 三胞胎兄弟表现得非常棒嘛 谢谢你吗 谢谢谁 是我吗 不是谢你 是谢我 好 说什么呢 玛丽分明是跟我说的 才不是呢 就开始了 玛丽明明是跟我说的 真拿他们三个兄弟没有办法啊 就是跟我说的嘛 本尼的愿望 请问各位 救救我 波罗姆斯救援队 公主 我们来救您了 蓝蝎 我们并肩作战 知道了 波里 出击 蓝蝎 一鼓作气 上吧 知道了 看着 啊 谢谢你们 我要是能像罗伊哥哥那样 成为真正的救援队员该多好呀 不过本尼 你没有罗伊哥哥那种灭火的本领哦 而且你也没有他那么大的力气啊 我知道哦 但是我真的很想成为救援队员 啊 是罗伊哥哥 啊 太帅了 要是我也有那样的吊钩 就能成为救援队员了吧 哦 对了 哇 有了那个 我也能成为像罗伊哥哥那样出色的救援队员了 哦 真是太棒了 哦 真是太棒了 哦 露迪你怎么不及时充电呢 对不起 哦 你们好 出什么事啊 陆迪储存的电量用完了 我们没法玩游戏了 什么 哦 别担心 我有办法 你 快说说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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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结果 报警电话没有异常 辛苦了海莉 你们好 你们好 本尼 你装了一个挂钩啊 对 本尼她把电量耗尽的路底给通过来了 真了不起本尼 你感觉就像罗伊一样 真的吗 哇 听见了吗 她说我像罗伊一样 真好啊 看来本尼真的很喜欢罗伊啊 罗伊哥哥就是我的英雄 我以后也要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救援队员 是吗 罗伊要是听到这句话肯定很高兴 你能帮助有困难的朋友 真是了不起本尼 罗伊 好羡慕你啊 为什么 我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本尼 他说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还说想成为你那样的救援队员呢 还有 他还把没有电的路底带到了充电站呢 哇 他真的很棒啊 罗伊 为了不让小朋友感到失望 你以后可要更加努力咯 说的是啊 一想到本尼这么关注我 我也更有干劲了 本尼 你看上去和真的救援队员一样 真的吗 本尼 我们去码头看看好吗 为什么 那里说不定有需要你帮忙的车呢 要是看到有遇难的车 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了 这么说 我现在成为一名真正的救援队员了 哇 很好 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救援队了 我是全世界最快的Poly 那我就是安邦 我是罗伊 鲁鲁鲁鲁鲁救援队 向码头出发 出发 帮帮我 你的苦哥哥 帮帮我 看来遇到麻烦了 怎么办呢 大家别慌 这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 先过去看看情况 是你们呢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你们来得正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动不了了 你们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不好啊 报警吗 不需要报警了 那是什么意思 请您稍等一会儿 我们会把您救出来的 本尼 开始吧 知道了 你要干嘛本尼 太重了 一点都拖不动 本尼 你还是赶紧取笑挂钩吧 知道了 饭了 什么啊 糟了 桥马上就升起来了 赶紧叫救援队吧 知道了 走吧路地 这里是救援队 是你们啊 不好啊 出什么事了 东谱哥哥和本尼遇到危险了 什么 你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点击呼叫 点击呼叫 东谱和本尼被困在吊桥上 但吊桥升起来了 请大家立即赶往吊桥 是 孝君 好感冒 笨尼 别乱动 救命的下轿 救命啊 怎么办啊 来了 碰 笨尼 动我 救命啊 破莉 罗伊 必须阻止桥降落 好 破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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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把本尼拉上去 好的 破莉 缝隙太窄了 这样没有办法救出本尼的 那 我们再抬一下桥 你趁机把本尼救出来 破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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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海力 赶紧 知道了 破血了 得救了 干得好 罗伊 好了 我把挂钩安全拆除了 谢谢你 安巴 谢谢你 安巴姐姐 对不起 邓主哥哥 对不起 我们也对不起你 刚才真的很危险 我只是想像 罗伊哥哥一样 帅气地帮助别人而已 本尼 你知道 你刚才应该用什么方法 进行救援吗 呃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报警 那样的话 你们就不会遇到危险了 但是报警 不是救援啊 报警是救援的第一步 没错 再完美的救援 也要先从报警开始 原来是这样 没有 你们能答应我们一件事吗 以后看到面临危险的朋友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报警 你们能做到吗 能 不过本尼 那么帅气的挂钩被弄坏了 太可惜了 哦 不要难过了 本尼 等你成为救援队员之后 就可以装一个真正的挂钩 我能加入救援队吗 当然能 你肯定会成为比我更出色的救援队员 真的吗 我能像罗伊哥哥一样吗 哇 好兴奋啊 谢谢你罗伊哥哥 罗伊哥哥最棒了 本尼还真是喜欢罗伊啊 好兴奋啊 摆脱能源危机 刚好 该充充电了 哦 怎么回事 斯泰西 斯泰西 怎么了开普 怎么不能充电了 是吗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我是斯泰西 你好斯泰西 有什么事吗 充电站储存的太阳能都已经用光了 什么 等我确认一下 还真是的 怎么办啊 一会儿大家都会陆续过来充电的 好吧 那我先帮你连接一下风力发电站的能源吧 不过风力发电站的储备量也不多了 要省着点用哦 好的 谢谢你小娟 什么 什么 镇上的电力不够用了 嗯 因为最近几天用电量增长得特别快 再加上又是阴天 太阳能也没有完全充满电 虽然还有些储备的风能 但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镇上可就要出大问题了 是啊 这样所有的用电设备都会停工的 就连我们也会动不了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在电池电量补充之前 我们只能节约用电了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用广播通知大家 要注意节约能源吧 布鲁姆斯镇的居民请注意 救援中心发布能源警报 在能源布印恢复正常之前 请大家尽量节约用电 携手度过能源危机 唉 这种话都说过多少回了 这都是驱惊异常 可是斯普奇 断电可是很可怕的事情哦 我们会完全动不了的 哎呀 凯普 这不会有事的 你就别太担心了 嗯 打扰了 诶 罗伊 有什么事吗 威乐先生 橱窗里的灯还亮着 可不可以请您关掉呢 啊 对了 我总是忘记在白天要把灯关掉了 哦 还有 可以请您不要开那么多电器吗 嗯 我知道了 没问题 放心吧 谢谢威乐先生的配合 我先告辞了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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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克里尼,再见 再见 把这些先处理掉应该没事吧 什么,不能充电了 是的,波斯提 那怎么行,我还有工作呢 斯泰西,出什么事了 该给波斯提充电了 可是充电站的能源已经全部用完了 怎么办呀,我还有好多新等的要送呢 如果今天不能送到的话,会出大事的 这些电量足够你做完剩下的工作了 太谢谢你了,安巴 多亏了你,我可以完成今天的工作了 谢谢你 慢走,波斯提 安巴,你能撑住吗 嗯,我不会有事的 怎么会停了呢 好黑啊 怎么突然停电了 斯普齐,斯普齐 帮帮帮帮帮 我来了 斯普齐,快帮帮帮我们 我们都动不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太可怕了 这可怎么办呢 镇上怎么样了 真是糟糕透了 风能好像也快用完了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斯普齐 小娟 太可怕了 这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而且到处都能看到 荒毛动不了的车 什么 我好害怕呀 别担心 斯普齐 我们会想办法处理的 小娟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获取电力呢 哎 这种时候 最好能够刮一场大风 带动风车 啊 啊 大伙儿 我们都有救了 预报说西部会刮来大风 通过风力的发电机 我们就可以临时解决 电力的问题了 真的吗 怎么回事 小娟 看来总部的应急电力 也用完了 啊 糟糕 好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 风力也无法识别风向 那么 就算风来了 不也没有用了吗 那怎么办 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 还不能放弃 我们现在就出发 去看看 有没有转动发电机的办法 是啊 也许我们还有希望 至少要试一试 嗯 好吧 不过大家要抓紧时间 马上就要起风了 是 小娟 好 安波 安波 南巴 你怎么了 我好像没电了 我感觉现在已经走不动了 你说什么 就在 刚才我把电量分了一些给波斯提 别管我了 你们快去吧 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 我没事 马上就要起风了 再不抓紧就要错过机会了 好办吧 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嗯 我会的 风车的朝向都是错的 看来我们得手动调整枫叶了 海力 能做到吗 嗯 没问题 海力 你没事吧 糟糕 我的电力也不够了 罗伊 把我们的电力分给海力吧 好的 不可以 那你们就都动不了了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别的方法了 只能这样了 海力 你可以吗 海力 你可以吗 嗯 我会努力的 嗯 我会努力的 嗯 exploring 嗯 嗯 十 九 八 十 六 五 三 二 一 凯莉 可以了 怎么不转呢 是我弄错了吗 转了 来电了 海力 你真棒 成功了 发电机终于转起来了 安巴 太好了 对了 对了 要把灯关掉 怎么样 斯普奇 还是觉得能源危急不可怕吗 不是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个道理了 节约能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真的吗 当然了 其实我真的很怕黑的 什么 斯普奇 该跟谁一组呢 开普 快点床给我 知道了 接球 这个 这次该看我的了 接球 我赢了 已经五连胜了 开普 你这也算赢吗 刚才你犯规了 犯规 就是犯规 你刚才身体已经出网了 胡说八道 你一直输 所以就耍赖皮 什么 老老实实地认输 不就好了吗 哈哈哈哈 波斯提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场不算 从头再比 什么 让克里尼也一起来 克里尼 克里尼 克里尼应该会选择和我一组吧 你说什么 克里尼跟我关系最好 那么直接问他不就知道了 克里尼 你好 波斯提 我们一起来玩球吧 玩球 肯定很有趣吧 不过你得跟我一组才行 波斯提 为什么克里尼要和你一组 他跟我关系更好嘛 不对吗 克里尼跟我关系更好 不对 他跟我更好 什么 你俩别吵架了 那你要选谁 我 两个都选吧 不行 绝对不行 你必须要从我们中间选一个 不选不行吗 不选不行 不选不行 那个 要是现在不好回答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明天告诉我们 没错 你必须要在我和凯普之针选一个 嗯 哦 知道了 啊 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们都很好 不过 要是明天我还没决定好的话 估计他们都会非常生气的 那样的话 他们俩都不会跟我好了 克里尼 波里 你好 你在这儿想什么呢 想的那么认真 波里 啊 没事没事 我什么都没有想 嗯 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 但是如果遇到困难的话 随时跟我说吧 知道了 谢谢你波里 那我就先走了 克里尼 再见 波里 啊 就算是波里 不计也没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难题的 我真的很难做决定 嘿 诸位遇到什么难事了 知道吗 波里 总部明天要举行比赛 输了的打扫卫生 打扫 大家要分成两对 输的一方 要打扫一星期的卫生 我跟海莉一对 你跟罗伊一对 我也得加入到你们两对当中的一对 但是现在我好难做决定啊 哦 都犹豫了一个多小时了呢 哈哈哈 小娟 要是不知道该加入哪队的话 不如这样吧 你哪一队都不参加 干脆当我们的裁判吧 裁判 这个想法不错啊 这样小娟就不用畏惧哪个队而苦恼了 同时还能一起参与比赛 小娟一定能做一个公正的裁判的 这样我们也可以放心去比赛了 既然我是裁判 不管哪一队输掉 我都不用打扫卫生了 这我可没想到 哈哈哈 柯丽尼 哦 波斯提 你怎么来了 来给你这个 哇 是我想要的旋转拖板 好吧 不过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呢 你明天一定要告诉凯普 你决定和我一组啊 哦 什么 那就这样说好了 再见 波斯提 哦 这可怎么办 柯丽尼 哦 是开博 你好 啊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给你带了一个你肯定超级喜欢的东西 看看 旋转拖板 怎么样 呃 你看我多关心你对吧 那明天见啦 再见 我该怎么办呢 好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比赛 各就各位 加油 阿波 加油 洛伊 快点快点 加油 拿好主意了吧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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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是我吧 才不是 是我吧 我要把礼物还给你们两个 什么 台普 你也送礼物了吗 还说我 真阴险 你说谁阴险 别吵了你们 你们两个 我谁都不想选 哪有这样 哪有这样 克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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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克里尼 波斯提 你在这里守着 以防万一 我去打电话报警 好 克里 加油 克里 加油 克里 扶里 Hambly 加油 没关系 别担心 我会帮助你们的 真的 还是小娟最好 你们都是要打扫卫生 那我们也不能少啊 算我们一个 什么呀 结果不管输赢都要打扫卫生嘛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凯普 出什么事了 什么 知道了 马上派出救援队 怎么了 小娟 克利尼挂在苹果街上的大型广告牌子上了 大家马上出发 是 小娟 小娟 我好怕 克利尼 你再坚持一会儿 救援队都是快点来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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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克里尼 都是因为我们 原谅我吧 克里尼 没关系的 那你们两个现在和好了吗 我们 当然了 真是太好了 你们再也不会问我更喜欢谁了吧 当然了 我们都是好朋友 既然这样 我们三个一起玩球吧 好啊 不不 我可不想分组 放心吧 克里尼 让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人怎么样才能玩得开心 波斯提 反规 对不起 开普 没关系 有克里尼当裁判 玩起来更开心了 没错 好 追求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没事 只要你们不吵架就好 特里生病了 我先走一步了呢 我也是 我可不能说 好 恭喜了 今天波里又是第一 波里的速度真是无人能敌啊 哈哈 过奖了 过奖了 小心 海力 没事吧 海力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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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去树林里巡查 就弄成这样了 小娟知道了 又该生气了 什么 禁止外出 开玩笑吧 小娟 不是开玩笑 现在没有配件了 新配件到货之前 你最好别出去 是啊 海力 你今天就休息吧 但是 万一发生需要紧急出动的情况怎么办 这你不用担心 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 就交给我们去解决吧 嗯 什么 你们抛下我自己出动吗 哦 你好 特里 你好 斯泰西 嗯 出什么事了吗 身体有点不舒服 夹满油应该就没事了 嗯 你看上去很累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走 恐怕不行 码头还有一大堆货物等着我去搬运呢 加油 完成 你真的没事吗 不用担心 我先走了 真让人不放心 搁了这个隧道就是码头了 我的头怎么这么晕呢 差点出大事 要打起精神啊 都去哪里了 回来了 海力 你们几个撇下我去哪里了 今天不是要去检修报警电话吗 对了 这是我负责的事情 放心吧 我们已经检修完毕回来了 三人分担 三人分担 三人分担着做的 很快就搞定了 是吗 什么嘛 少了我一点问题也没有吗 海力 小军 找了你好半天了 我说过了好几遍 在新配件到货之前 你最好别动 对不起 小军 对不起 小军 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我帮你吧 我帮你吧 不用 我来救选 我来卖 请安静 雷七 你来坐吧 好 没事吧 特里 没什么 那我出发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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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贞 救救我 琪琪 怎么办 别急别急 让我想想 对 赶紧打电话报警 哒哒 海莉的心灵件终于到货了 哇 好漂亮 海莉 怎么这副表情 难道不开心吗 没有 开心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你好 琪琪 怎么了 什么 码头发生了事故 知道了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什么事啊 小娟 特里在码头发生了事故 差一点就掉进海里了 情况非常紧急 请大家立即奔赴码头 是 小娟 火人 又把我扔下了 海莉 你也赶快行动起来吧 去哪儿 去现场啊 虽然不知道换部驾要花多久 但我会尽快帮你装好的 集体行动要是没有你 真是无法想象 小娟 海莉 准备好了吗 嗯 那开始了 嗯 救救我啊 我 我 我撑不下去了 特里 再坚持一会儿 救援队马上就到 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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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特里 安巴 我和罗伊 试着把特里拖上来 你继续观察特里的状态 知道了 开始吧 罗伊 好 救救我 别担心 特里 马上就你上来 克里 你能配合我们 慢慢地转动车轮吗 我 我试一下 很好 我们开始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加油 已经一样转上来了 二 我被勾住了 特里 特里 被卡住了 什么 罗伊 我先到下面 往上拖一下车尾 好的 安巴 你来拉住这里 知道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 二 二 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再坚持一下吧 不行了 看见机关箱就要掉下去了 波里 你快上来吧 不然你也会倒进海里的 别担心 特里 我没事的 特里 你再加把劲 我来 抱歉 我撑不住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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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我来得不玩吗 我来得不玩吗 不玩 像是十号 是吗 我可是刚换了西鸣剑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一二 上来啦 看得漂亮海莉 好了 特里 动一动试试 好像没问题了 谢谢你 安邦 那就好 不过你最好还是要休息几天 对呀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权嘛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话说回来 海莉 你没问题了吗 生了 火虎 太好了 其实我本来还担心 救援队都不需要我了呢 什么 你怎么会那么想呢 没有你的救援队还算是救援队嘛 没错 真的 当然了 所以你要更加爱惜自己 你们说的我 都要得一忘情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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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조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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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听说了吗 今天我们镇上会来一辆新客车 好像是叫无国吧 好想快一点见到新朋友啊 听说是从大城市来的 而且还是个大块头 初来乍到肯定会觉得陌生吧 我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啊 没错 说起来今天天气不太好 海莉 今天的故障检修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没问题 好的 今天大家也要加油啊 嗯 你好波斯提 你好凯普 好大呀 头一次看到像我这么大的吧 可不是吗 你就是新来的客车吧 你好 我叫凯普 我叫波斯提 我是豪华特车胡博 你好 胡博 欢迎来到呼噜姆斯小镇 如果需要帮助尽管来找我 那么能让一下路吗 不好意思我太宽了这种芝麻烈大小的镇子想跑快都快不起来呀 什么 小步点慢 我先走一步了 他居然 他居然叫我们小步点儿 他还说我们的镇子是芝麻烈大小 芝麻烈 你们好 走 走 走 艾丽 艾丽 你看到了吗 什么 就是镇上新来的那个巨型客车 好像是叫胡博吧 你们已经见过胡博了吗 怎么样 真是个大块头吗 哼 客头大有什么好 我一点都不喜欢它 就是 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还说我们的镇子就芝麻烈大小 哦 是 是吗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海力 天空一片阴霾 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们也正在等着天气预测仪的预报呢 还有啊 那个新来的巨型客车 怎么 你已经见到它了吗 没有 波斯提和凯普见到它了 说是胡博瞧不起它们 窝了一肚子火呢 会不会相处不好呢 海力 不要听了它们的话 就对胡博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是啊 它应该只是对这里的环境还不熟悉吧 说不定见了面 会发现它人不错呢 如果是那样就好了 别太担心了 相信等胡博交到了朋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啊 果然 要来台风了 台风的移动路径是怎样的 今晚会经过布鲁姆斯镇的 还是马上通知镇上的居民们吧 我们也得做好 一切准备工作 没错 我们这就去镇上检查一下 看看防灾的情况吧 布鲁姆斯镇的居民们请注意 今晚将有台风经过布鲁姆斯镇 请大家转移到安全地带 不要在广告台下面或者电线杆下面等危险的地方逗留 看来人们都吓得我回家了吧 不过我这种大块头就不用担心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嗯 碰到刮大风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晃动的广告牌下面逗留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的 谢谢你 哎呀 这里也一个人都没有 看来镇上的人都是胆小鬼 镇上情况怎么样 滨海路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大问题 封堂大桥那边已经封路了 这种天气大桥很容易受灾 广场那边所有容易被封刮走的东西 都已经清除掉了 大家辛苦了 啊 希望最好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啊 看不清前面的路了 我这是走到哪儿了 嗯 有石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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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呃 现在这语越下越大了 我看还是赶快掉头回家吧 救命 呃 什么声音 救命啊 啊 啊 嗯 啊 啊 快救救我 呃 快救我 我快掉下去了 别乱动 那样很危险的 我看还是先报警吧 这不仅应该有报警电话的 这怎么过去呢 好吧 只能拼一把了 好不容易过来了 你先忍一下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出大事了 天哪 你怎么浑身都是伤啊 出什么事了 开婆 我没事 是那大客车出事了 你是说胡伯 是啊 是胡伯 胡伯 在机号公路的转弯处出事了 什么 知道了 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 你先忍一下 救援队很快就会来了 叶军 你叫什么来着 开普 你叫我开普就好了 我们救援队来了 开扑 这里交给我们 你和安巴一起到安全的地方避险吧 开扑 到这里来 罗伊 把挂钩给我 凯莉 你协助罗伊 跑到 凯莉 走了 好嘞 罗伊 现在放下挂钩 让湖泊着落 好的 风太大了 都快失去平衡了 等一下 我来帮你 安巴 这里交给你了 好的 开始吧 罗伊 好的 是在帮你上火中了 好吗 好吗 原因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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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太没礼貌了 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我们应该趁现在的机会 正式欢迎胡伯来到我们小镇 你说得对 我叫安巴 我叫小娟 我是Polly 我是罗伊 欢迎来到乌鲁苏小镇 谢谢大家了 好了 那么为了表示欢迎 我带你参观一下小镇吧 真的吗 谢谢了 那就出发了 我们走了 再见 再见 原来是我错怪胡伯了 其实他还是挺不错的 先去哪里逛逛呢 人听你的